用聲音獻出你的真感情 夾板聲音請 用聲音獻出你的真感情 這個是夾板師出品最新嘗試的一個聯誼節目 沒錯 我們期待用聲音去幫大家找到每一個適合的對象 今天的可愛主人歷經了許多的波檔 終於來到我們錄音室現場了 沒錯 這個波檔包含了就是之前的嘉賓有住院的問題 然後嘉賓有身體不舒服的問題 然後又遇到少一點颱風的問題 就一路就是走到現在 他桃花帶沙 他終於來了讓我們歡迎Hank 嗨大家好我是Hank 你算外貌協會嗎Hank 應該算蠻嚴重的 我覺得我就是喜歡誠實的嘉賓 因為你要誠實你才能好好交友 我們每一個交友都應該坦誠相見 我們先請Hank用最最最最交友版的方式 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Hank 然後今年30歲 然後身高180然後體重75天蠍座 然後呢大概這樣子 沒了嗎 然後單身 單身大概7年以上 7年有一段時間了 其實應該更久 但是我沒有詳細算 因為我覺得 要算要從很久以前算 爛的算了想說 既然都很久那就算了 沒關係 你怕你單身已經10年 是算是屬於少衛的等級 那有在關注Andy的社群的話 就會知道說Andy去年的時候 參加了一個約會實境節目 叫做約會把男孩 是 那我的Hank就是約會把男孩的其中一員 對 那因為這個節目就很不幸的腰斬了 那他在節目下檔之後呢 也沒有成功的發展他的戀愛關係 這件事情其實我覺得蠻奇怪的 因為其實他是一個好看的人 然後也是會被人家稱讚的人 對 因為在約會把男孩的留言區底下 其實就有非常多的觀眾朋友們 主義我們的Hank的長相與個性 對啊 然後他一直就說 他覺得沒有人會喜歡他 你真的這麼覺得嗎 我真的覺得 當初的時候是不是 當初報名這個節目之後 進來還找得到人 我也覺得蠻意外 所以就很好奇 他們到底是什麼原因 覺得我OK這樣 雖然只是看IG 就非常好奇 所以你上實境社的時候 你完完全全沒有覺得 你會被喜歡嗎 不會 而且我上這個節目是 單純真的想要去談戀愛 你說那時候約會把男孩的時候嗎 對對對 完全沒有想說我要去 可能做節目啊 然後也沒有 因為沒有腳本 所以我非常認真在參加這個節目 真的想要擺脫單身 但是你知道 他雖然掌規這樣講 但是我們的粉絲朋友們 都非常喜歡Hank 就有人說 獨愛Hank 我應該從頭到尾只選他吧 他要麵包 我剛好有很足夠的麵包 因為我們在節目裡面 就有一個愛情麵包二選一 是 然後還有人說 Hank跟Lens喜歡 我超喜歡Hank的 有沒有其他人跟我一樣 請點讚 有10個以上 我也這麼覺得哈哈 可以給我他的IG嗎 你看有這麼多人喜歡你耶 這真的 是真的 這都是我們YouTube留言底下的 好 我蠻意外的 我在酒吧上班的時候 發現好像會搭訕我其實偏少 也有可能是因為我站在比較角落 然後我也不太敢主動去搭訕別人 他其實是沒自信的 他內心是有點害怕的 但是表現出來的狀況 就變得是好像有點高冷 或是難以親近等等的 可是酒吧搭訕這件事情 我們有討論過啊 我們就覺得酒吧搭訕 本身就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我自己都不會去主動搭訕的 更何況還要被搭訕 可是他是店員耶 我也是店員 原來就是越害怕的人 越會成為工作人員 可是如果以Andy的個性 他就會很直接去想要認識啊 大家都不行 對啊 可是我覺得那種人真的好少喔 真的嗎 真的好少 就是我覺得在台北 目前看了那麼多酒吧 走進去後 要真的去做搭訕的動作 真的太困難了 除了在那個吧台那邊 跟吧台店員聊天以外 否則哀人型的人都很難進去跟人家聊天 但你好像不是哀人對不對 我是伊人 對啊你是伊人耶 我撤出來我也覺得很意外 所以你是愛社交 你是喜歡跟別人互動的 對我喜歡 很內心渴望 我覺得他現在就是他太久沒談戀愛了 他有點不知道怎麼認識新的人 因為你知道就是從上節目到下節目 我已經認識他大概快兩年的時間了 對就是也經歷過他一些 上上下下 一些感情對象 然後他就是非常容易陰謀 然後很容易暈船 沒錯 所以你在email的時候 你通常會最在意什麼點 最在意點就是 到底對我是什麼想法 然後突然不理我 然後到底是什麼原因 所以你不敢問嗎 你會害怕問嗎 我不會害怕問 但是我怕問了會讓我很受傷 我懂這情緒 可是他談戀愛跟曖昧的tempo 非常之慢 有嗎 就是會一起睡覺睡了好幾天 然後什麼都沒有做 你不會主動說我們算什麼關係嗎 你會主動去問這件事情嗎 其實不太敢問 因為我覺得如果對方好像沒有想要對我幹嘛 他也是過夜三次喔 然後什麼都沒有發生 因為以男同志來說 就是老實講的是 同床如果有好感真的可能就是會上床 對啊 不太可能有好感然後還可以一起睡覺 然後沒幹嘛 就想說如果他跟我睡覺沒有幹嘛 那代表可能他對我沒有什麼感覺 就都已經去到他家那裡睡在床上了 他就是需要一個非常主動的人 可是我給你講我完全懂這件事情 你知道以前林家航我睡了 我就知道你要講林家航 可是他為什麼還要跟你睡 我不知道他可能很喜歡那種陪伴的感覺 但他沒有要跟我在一起 所以當你手摸到他下面的時候 他會把他灰掉 一起過夜跟有沒有打炮 跟有沒有要在一起 這是三件事情 對啊對啊對啊 可是我都願意啊 我都想要啊 但他不要啊 他就只要你跟他聊天然後過夜 對對對 但是不要打炮也不要在一起 對也不要在一起 甚至他會 當我想要往下一步的時候 他會把我的手就拍開這樣 突然覺得好沮喪 我怎麼一時間自己哭了 你要想說 我是一個什麼很賤的人嗎 對啊 我覺得為什麼 我又不是 好 回過台講我們現在來講 Hank的症狀 Hank感覺就是已經單身太久了 有點難以踏出 難以第一步 對 而且他可能會不曉得如何去試探別人 到底對他有沒有好感 我覺得他已經沒有招 他沒有招數 對另外一個感覺 他很像是有一種冒牌者情節 因為他有點對自己美直心心 然後即使在社群平台上 有這麼多人稱讚他 但還是會稍微否定自己 對這一次他來上節目之前 他就說 天啊真的你們找得到殷勤嘉賓 誰要喜歡我 對 他就一直跟我說到底誰要喜歡我 可是你這個沒自信 從你的社群帳號來 你不會覺得說 這些粉絲都這麼喜歡自己的話 可以給你一點自信心嗎 我覺得那數字不是真的 就是 買粉 抓到了 抓到了 他們只是覺得 可能你拍照拍得好看 就是很有質感 我自己講的 因為會私下跟你聊天 跟按讚其實差很多 那你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會讓你覺得說 天啊我現在超有自信 然後我也超級可以跟別人幸福 說我就是一個超讚的人 你有這個moment嗎 應該是下廚吧 他煮東西真的很厲害 真的嗎 對啊 因為我們之前約會男孩 有時候會一起出去玩 他就負責說 我要煮什麼剝皮辣椒雞湯 然後煮什麼火鍋什麼之類的 你很厲害 波皮辣椒雞湯很難煮 他會煮一些很麻煩的菜 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試圖要幫忙 他說你在旁邊看就好 你走開 好適合當你朋友 對啊 我就說真棒 而且我說你就負責有趣就好了 你不用負責有用 我負責有用 你不用負責有趣 你有沒有發現他身邊的人 都是很功能性的人 真的耶 對某個地方他一定很厲害 但他們會有很多缺陷 所以導致於他們在交朋友上 遇到一些困難like我們 我並沒有要在這一集 檢討我的問題 請回歸到你們的感情狀況 好回過來講 你上一次是在什麼樣的狀態下 進到情感關係的 上一段就是大學的時候 然後我記得應該是被劈腿吧 你先分享好的部分好不好 前面因為其實我覺得有點太 太快在一起 太有點像小情小愛 就是那種沒有很 很認真思索之後就在一起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沒有很值得拿來講 然後只是 我不知道是因為可能有被劈腿 然後就覺得 心裡創傷有點太大 然後還是被受詛咒 導致後面雖然有曖昧 但是就是沒有什麼結果 不然就是很常會遇到有男朋友的 哦 他總會覺得說碰到一個對象 他可能也蠻喜歡我的 可是他好像不會專意在我身上 就他可能有男朋友 或是他可能同時Dating 兩三個對象 但他因為又自信心不足 或是太久沒有談戀愛 他就會沒有那個信心脫穎而出 他想要向外找尋更多的人去認可自己 算是這樣子嗎 你問他啊 你算是這樣子嗎 算是 所以你會覺得一個不夠 你就覺得說我要兩個三個四個 更多人來知道說我真的還不錯 我覺得他應該算是 他很需要被喜歡的感覺 他在某種程度上 可能跟你有點像 就是在情感中 他目前還沒有找到一個專一的人 所以他不確定自己是不是被喜歡的 所以他必須要透過 比如說 某些拍照啊 健身啊 或是說其他一些有暴露的部分 來盡量的抓住那種被喜歡的感覺 影像主流的感覺 怎麼那麼懂我安迪 那你這段期間 最靠近愛情的一次是什麼時候 你哪一個覺得說 我真的好像要進入到情感關係了 安迪知道的啊 就是我那時候非常陰謀的時候 他就陪在我旁邊 他那時候就是在跟 就我剛剛講的啊 睡了三次 但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的對象 就正在來往這樣 然後他那個時候 就是很沉浸在這種 很憂愁 但又有一點小甜蜜的氛圍當中 他就約我吃飯 看看要怎麼辦這樣子 然後那一天呢 就是我下班之後 非常的累 然後我想說好吧 就是跟你聊聊天吃個飯 然後那時候手機叮咚叮咚出來 那個對方就跟他說 那個親愛的 我覺得我好像有點不太適合 繼續走下去 然後我想說 幹 完了 走不掉了 走不掉了 Emo到不行 他臉臭 他臉臭到不行 快哭了 臭非常臭 對啊 他就笑不出來 剛好就在旁邊 可是那你那時候 怎麼跟這個人發展出來的 就是聽得認識的 就是有配對成功 然後就覺得好像還不錯 然後就慢慢認識 剛好又在台北 就有時常約出來吃飯 然後看電影什麼之類的 然後這段其實他都沒有 真的主動跟你說出來說 我們要在一起這件事情 就只有單純出來約會 有一個前提是 時間沒有經營很長 所以我覺得 也有可能是這個關係 因為我剛才說 我很容易暈船 對 不到一個禮拜吧 一個禮拜就暈船 那不行 這沒用 我跟你講一個禮拜暈船 我們都能理解 因為對我們對愛情的 渴求是非常強烈的 所以更想知道說 他對於愛情的期待 到底是什麼 因為除了那個人 很愛自己以外 他對於整個情感關係的想像 他應該是有一些畫面的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你對於愛情 未來這件事情的想像是什麼 我蠻喜歡就是 平常有各自的工作 但是可能晚上的時候 一約就可以出來吃飯 然後甚至週末的時候 可以約出去 可能踏青啊 或者是去看電影 老實說我真的 週末很長一個人在家 對可是又沒辦法 因為我又很 不知道要約誰 然後要去哪裡 所以我抽上一個人 基本上就是在家 不然就問安妮在幹嘛 但你有沒有想同居 我覺得沒辦法 我覺得會吵架 為什麼會吵架 為什麼 你們兩個今天好好磨合 好好聊天 在一起了你不同居 不是因為我看太多人 就是同居之後 很快那個新鮮感就沒了 那如果對方要求呢 對啊 而且他們的戀愛關係 可能是來自於 他們彼此都沒有 好好專一在一個人身上 但你是想專一的啊 因為畢竟我也沒有試過啊 就是說不定也可以 但我現在講也 沒有辦法太快下決定 順便可以啦 我覺得我們太常在 許多的別人的 情感關係中 嚇自己 就是我們看到他們 發生什麼事情 就覺得說 我們未來會不會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們這個節目 倡導就是每一個 情感關係都是我們自己 向往前 重新 重新捏造一個自己的版本 對 對 我們今天如果要單一 我們就單一到死 喔 喔 要開放是 再說 但是我們的愛情 也太到死 超開剛烈 我們的愛情 一定是幸福美滿的 那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很多的過往創傷 會影響到我們 對於情感關係的想像 在我們的Hank 認識到殷勤嘉賓之前 我想要最後聊一個是 關於你自己 對於家庭的想像 兩個人在一起之後 終究會慢慢想要去 建立成一個家庭 或是一個屬於你們自己的家 對於這件事情 是否會有過往的回憶 讓你對於家庭的想像 是感覺到有點緊張的 或是有點不安的呢 怎麼講 因為在前幾天 我就發生一件事情 我其實在家裡已經出櫃了 而且你出櫃 也是七年前跟你單身的時間差不多 那時候還在大學生的時候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突然被發現 然後我想說 什麼就不知道為什麼被發現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做任何事情 然後我也問不出原因 因為我想說我懶得反駁 因為我不想再用謊言去圓謊 然後我爸爸就是半夜就傳了一大篇的一個訊息 簡單來說裡面就是講的非常難聽 就是講說你讓我很失望 然後讓我很沒有面子 讓阿嬤很擔心 然後讓我睡不著覺 反正都講非常難聽 而且半夜傳來的 嚇都嚇死了 對嚇到不行 然後我就邊哭邊看這樣 然後那時候還在大學生 才二十幾歲非常無助 因為那時候七年前應該還沒有很 就做自己的人沒這麼多 對對對 所以那時候沒有人可以聊這個東西 而且他是在高雄的美農傳統的客家家庭 對那時候我已經搬出來了 那時候在台南 所以那時候爸爸是不在我旁邊 到現在 因為雖然已經過去 我覺得時間可能會慢慢沖淡一切 但是爸爸還是會一直念說 什麼時候叫女朋友 對帶女朋友回家 然後結婚啊 甚至還說你生個小孩也好 我會幫你照顧啊 然後因為我阿嬤就是前幾天 剛去當小天使 所以他覺得家裡很空 只剩他一個人 然後雖然還有我阿姨 然後我同輩的 然後表哥都是生小孩結婚 那你在幹嘛 那你以後老了怎麼辦 你以後會不會就是沒有人照顧 因為我媽就生了四個小孩 就是有人照顧他啊 養老什麼的 你就跟他講你現在生還來得及啊 自己生自己玩 所以就是非常沉重 因為導致我就是不喜歡回家 但是我又不回家不行 因為我們是大家族 就是親戚關係非常好 我懂我懂 我懂我懂 所以我覺得以現階段來說 要他們接受其實不太可能 因為我覺得畢竟 他生在比較傳統的 算是鄉下 然後沒有辦法接受一些新資訊 所以對我來說我覺得 這個問題其實很難解答 你會喜歡那種家庭之間的牽絆跟羈絆嗎 因為像大家庭緊密家庭的時候 彼此之間都會交流很多 所以想當然的 跟同輩的親戚啊 關係都會很好 我真的喜歡 因為我很常看到很多 現隆跟家裡的感情非常好 那因為我是單親嘛 所以從小就是爸爸照顧他 我還有一個妹妹 所以我就很指望他 靠你結婚就生下來 對給我爸爸一個交代什麼之類的 你會不會其實也是T啊 不會他現在有男朋友 然後感情非常好 反正我不知道為什麼不結婚 老實說我跟我妹妹感情沒有到很好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搬出來住 然後就變不熟啦 對變不熟 對也不是說不好就是不熟 就也不會聊很多內心話 對加上之前我出櫃的時候 他對我不太諒解 因為覺得怎麼讓爸爸這麼難過 什麼之類 讓我覺得不好的感覺 就更加深刻在我的心中 那樣子 我會覺得我很想跟就是家裡的感情 就是非常好 但是我覺得跟我爸的關係 很難有一個方式可以去解決 是是是 那你覺得另一半 他可以怎麼樣加入到你的 我覺得沒有關係耶 因為我覺得我帶男生回家 我覺得他會更生氣 我們前面聊的這些 其實只是為了要形塑 這個漢客的生命經驗 讓大家更了解到說 我們這個可愛主人的背景 如果說你也是那種很久沒談戀愛的 然後家庭有稍微有點保守的人 那其實你就可以聽看看我們這一次的配對節目 大家會提出怎樣的標準 是符合你內心渴望的愛情樣板 好那我們準備要迎接就是Hank的殷勤嘉賓了 那在這之前呢 我們先來聽一段就是 當時他原本的第一位殷勤嘉賓 也就是接下來可愛主人 為什麼會這麼複雜呢 就是我們原本的嘉賓 是 是小明 然後他住院了 然後住院的事情就是 滿城風雨圈 同志圈都知道 我本來想說 他會不會是臨陣脫逃 想說他是不是裝病就不來了 後來發現人家真的住江湖病房 快要去探病了 我想說我內心錯怪他了 而且還變成一個gay party的感覺 而且他那時候講說自己要住院 我心裡還咒罵了一份 我想說又在那邊找藉口不來 麻煩了要死你 不知道節目多難做嗎 還好沒有講 別人真的生病 他是真的很不舒服 而且真的差點走掉 真的真的 所以我們覺得這段故事太精彩了 必須要邀請他變成可愛主人 所以他變成Hank之後的可愛主人 但是如果這集 真的到最後沒有配對成功呢 你還是可以去找我們的小明 有我們已經失了了 好難聽喔 這集還要錄嗎 這集還要錄嗎 我不知道 但也許他會在這集裡面 找到一個更愛的 但是我們也先聽看小明 給我們Hank的音檔好不好 嗨 Hank 我下班的時候 通常會一個人去運動 然後就一個人吃飯 可是我也蠻喜歡就跟朋友聚會 然後吃熱炒 吃火鍋 我吃很多啦 我可以一天三千克 然後也蠻喜歡有朋友唱歌 有男朋友的話 我覺得 大家其實可以蠻自由的安排自己的時間 就你想幹嘛就幹嘛 但當然我也會希望 我可以跟另外一半吃飯啊 可以一起去看電影 或等一下我 我關那個窗戶好差 好可以 看電影啊 還有什麼 也可以在家裡耍廢包包都可以 我覺得蠻舒服 然後週末的時候 可以一起去海邊 一起去爬山 我蠻喜歡大自然 然後看你喜歡什麼 其實我也可以跟著你 我覺得第一題的回答 小明再聽一次 還是覺得他非常的可愛 非常的討喜 而且他有很多就是 真的很真實在分享個人生活的 三千卡我現在已經完全信了 因為他這個人是可以在住院的時候 還偷偷去吃火鍋 然後被罵得要死 然後被罵得要死 我相信他是可以吃到三千卡的 這個出院的趣聞呢 我們就留到他來當我們可愛主人的時候 我們再來戲談 對 那第一題當時Hank設定的是 請問你平常下班時間做些什麼 那如果是有戀人的時候會做些什麼 當時為什麼會想要設定這個題目呢 我就很好奇 他們單身的時候在幹嘛 然後如果有男朋友的時候 他們會通常會一起去哪裡 或是他們想要自己獨處什麼之類的 你剛剛有點僭業的感覺是因為太寂寞了嗎 哈哈哈哈 平常剛剛就想說 蛤 我今天又沒局了 啊 因為我們在錄音的此時此刻呢 最好公布明天全台灣停班停課 對 然後他就心裡想說 欸颱風天放假很棒 好開心 啊 但我沒局 這個情緒的反差 那個情緒轉折超大的 我心裡想說 欸請問一個人過應該沒有不好吧 我覺得好可憐喔 可憐什麼啦 他每次都在這邊哭腰 然後晚上我就發現他是別人家發現洞 媽的 你長嘴 你真的誤會了 真的沒有 笑死 看你認知到我們的可愛主人其實是個小騷貨囉 沒錯 還跟我說不分 好 那你準備還要聽我們真的第一位可愛主人了嗎 這一次我們最新一個版本的可愛主人 Are you ready? Ready了 Let's go 第一題下班之後會幹嘛 我下班之後呢 通常會先去總訓 然後如果有局的話 就會跟朋友一起去吃飯看電影 關心一下朋友的境況 那沒有局的日子 在家裡會喜歡看書 拍一些沒有營養的廢片 今年呢也有開始找老師 在學彈吉他 可是最近其實也忙著在感冒啦 所以應該會讓自己多一點時間 先好好的休息 那如果成為戀人關係 我覺得我心態上算蠻開放的 所以除了找他吃飯約會看電影之外 也會蠻樂意嘗試一下 看他的興趣是什麼 然後會一起加入他 譬如說像研究長照險之類的 我應該也是蠻願意去嘗試的 研究長照險是什麼啦 我先選 我好像可能知道這個人是誰 你知道他是誰 但你先不說話 好 是不是外型跟Hank其實有點像 我覺得有點像 然後蠻高的 重點是 他說他會無聊的時候會拍廢片 然後最近還去學吉他 還有重訓 還有長照險 到底怎樣 他剛剛說有講他一個找什麼老師 他找老師學吉他 找老師學吉他 找老師學吉他 怎樣啊 到底是多才華啊 而且重點是他很願意學習新的東西 重點是他說長照險 這是你最近貼文有寫到的內容嗎 還是什麼的 對耶 所以他有觀察你的內文對不對 對啊 好色喔 幹嘛一直看啊 在幹嘛 而且他的聲音就是有一種氣泡音的感覺 嗯 我最會跟你一起研究嘗笑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才沒有這樣 我還好笑 完全沒有講話 你抓克服我的 但是問題他本來聲音就是這個樣子 我是不是想表達是他聲音很有磁性 聲音好聽 我跟你說聲音真的好聽 低音泡 安提選的很機車 但我想表達的是很好聽 如果他做愛的話 他會第一名在你的耳後耶 對 好性感喔 可以 好啦你先不要選那麼快 你要2跟3 還要2跟3 好不好 好 給人家點空間 來我們聽第二位 我下班的時候呢會先去健身房運動 然後再回家吃飯耍廢 那可能是看看Netflix或者是YouTube 其實還蠻 蠻固定的 那如果是戀人關係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 也可以一起看Netflix或者是YouTube 那如果有的時候 然後找不到共同喜歡的片子的話呢 其實也可以靠在對方身上 然後各自看各自的手機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甜蜜的陪伴 重點是要有點肢體接觸 哎呦 肢體接觸 他Netflix跟YouTube是都有買會員是不是 講了好多次 我有買 我可以看買video啊 重點是跟我一樣 因為我平常運動完回家就是看YouTube 看我訂閱的今天播了什麼 就會 因為安提應該知道 我YouTube應該會我第一首選 譬如陪審團正義剛發歌 對 或是什麼 假扮日誌 假扮日誌沒有啊 好啊 這就不要錄了 我們沒有YouTube 我們接下來會有啊 就還沒有啊 你們有了我就會每天看 好啊 好 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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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要再看他Netflix的片單 我覺得他剛剛講的都有點太粗淺了 因為這個情侶模式可以套用在任何人身上 對 誰不是每次在家裡看劇 看YouTube 看Netflix 他如果看的片過於粗俗 那我可能沒辦法 像是 像是什麼 嗯 暫時還沒想法 但我最近看了一個 我覺得如果他有看特別很高級 是 是黑湯匙與白湯匙 韓國的那個Netflix 你說黑白大廚喔 對對對 你講的會不會是盜版的翻譯名 我不是 我是Netflix 我是Netflix 那個是講黑白大廚啊 可是因為我個人是用就是外文版本的 所以我就看不太懂他的那個意思 Are you sure 我等一下來找一下那個風鈴網是不是翻黑湯匙與白湯匙喔 真的露餡欸 白癡喔 我真的是用正版的啦 確定嗎 確定啦 欸我連買video跟那個什麼 確定不是中國人線上看的嗎 不是 他怎麼都知道 又媽會又那個看 我連那個嘎嘎烏啦啦 都是買會員的 為了看我們那個談一場完美的戀愛 我都是直接花錢的欸 麻雞掰人 我真的沒有看到版 很害怕 因為我做影像的你知道嗎 做影視的 OK喔 好先放過你 好我們來聽第三位 第三位嘉賓 第一題的話 如果通常 自己就是會去運動 那如果今天是比較想要放空的話 我可能就是會在家聽Podcast 那Podcast是我個人一個蠻重要的嗜好 因為就是我是很懶得看書的人 所以通常都是靠聽的方式來吸收心質 那就有時候也是會當成睡前就是失眠的時候 拿來聽一些複雜難懂的節目 你可能聽一陣子之後你會想要睡覺 所以就也是一個助眠的一個方式 呃如果是戀人的關係的話 這可能就要看說有沒有同居了 那如果是沒有同居的狀態下 我可能就還是會關心一下另外一半今天下班的狀況等等 那可能也會想要約吃晚餐 週末的時候也可以吃頓飯這樣子對我來出這種儀式感 是蠻重要的 他的回答三分之二在講自己對Podcast有多熱愛 但我也蠻愛聽Podcast的欸 那你聽什麼的 而且你也不看書 對 因為我的運動就是聽音樂 不然就聽Podcast 因為假版日子當然有聽啊 然後我剛剛一直在想說他會不會投其所好 然後講了非常多Podcast的類型之後 冒出一個我最愛聽假版日子 結果沒有 他可能如果說我最愛聽百靈果 好像你可以 也不錯 也不錯 也不錯啊 每一種都是好的 都很好 都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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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是他其實後面有提到一個我覺得蠻細的東西 是他說到同居這件事 代表他的戀人的娛樂選擇 還會有分同居版跟沒有同居版 我覺得他是一個想的比較細的人 但我覺得一二三聽下來 都不及第一個來的仔細 我覺得第二個跟第三個都有點浮 請問你說第一個仔細是小明嗎 不是啦 我說那個學吉他那一個 學吉他那要了解長照弦 然後他會拍廢片 然後在一起的時候會過怎樣的生活 他有一些明確的細項出現 還有一個image的感覺 對 然後可是第二個跟第三個就講說 我很喜歡儀式感 那儀式感內容是什麼 我很喜歡聽Podcast 他也沒有講Podcast的節目 我很喜歡看Netflix跟YouTube 但他沒有講說 我到底喜歡看哪個YouTube 我是喜歡看哪個片單 YES 這樣就會變成有一種 你知道巴拿姆效應 就是我感覺好像 都是我平常會做的 但是誰不是這樣 那你會不會想要聽 第一位回答你的第二題 因為你的第二題是非常有趣的題目 你自己跟大家說一下是什麼 我的第二題就是說 為什麼就是會想要選我 然後來上節目 我跟大家說就是我比較沒有自信 所以我就很好奇 為什麼他們願意來參加配對節目 因為你大概知道 我之前參加過配對節目 偏招的 偏招的配對節目 然後這次又來參加這個節目 朋友都在說你不要再參加配對節目了 你的愛情之路 真的是我數一數二看過最不順的人耶 對我想說為什麼大家都放了我 對啊 對啊 今天到底能不能讓Hank嫁出去 真的是我們這個節目裡面 很大的課題耶 Andy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讓 剩下來的一二三來賓 都回答第二題嗎 沒錯 有關於第二題啊 我覺得Hank的外型當然是沒話說 而且在不同風格的駕馭上 不管是比較正式的 比較休閒的 甚至是他可能衣服穿比較少的 都非常的有吸引力 這也會勾起我的好奇心 想說在這些樣貌之外 一定有其他的面向 是之後可以好好的去發掘去認識的 然後我也觀察到 他之前有在校房對待過 一直到後來 有在處理一些保單 長照啊 醫療相關的 所以某個程度上 都實在幫助別人的工作 那因為我本身也是住人工作者 就會覺得我們在這方面 住人工作方面 應該是蠻契合的 而且這種熱心住人的特質 我覺得很有吸引力 很有魅力 Hank的笑容 真的是很糟耶 等一下 怎麼會 幹嘛 他會不會是渣男啊 為什麼 怎麼這麼會講話 沒有啊 當然就客觀而言 他回答得非常好啦 對啊他好會講話 我的這個渣男 只說如果回答得這麼好 又是渣男 我們的Hank 真的是萬解不復耶 他的聲音 為什麼那麼有魅力 跟大家分享一個小資訊 因為他有做一些聲音類的接案 哦 難怪聲音就是有一種氣泡感 就是很特別 就是會在哪裡聽過那種感覺 對就是比較內斂 比較沉澱一些些的聲音 然後剛剛回答得非常的完整 還提到了他們的共同點 對啊 然後提到他喜歡的地方 有加分的地方等等的 如果是我的話 我已經是暈眩的了 就我覺得這個人要嘛大好 要嘛大壞 大壞是怎麼樣的感覺 大壞就代表說他可能已經很熟忍於稱讚於別人 哦有有有有有 因為稱讚讓人醉 對而且他很會往細節裡稱讚 他知道如何討好一個人或是用聲音取向去讓別人就是對他清醒 那大好的部分當然就在於說 哦如果他真的是有心跟你交往的話 那你在溝通層面上至少不用擔心 因為他是很難去體察別人細微情緒的 他第一句就說對於Hank的外型當然是沒話說 對啊不想說 他表情超好看 先生要講這麼滿嗎 你看Hank難得笑多燦爛 對啊我想說稱讚的太好了 可是如果在一起的話 等於說他幾乎上一週五天到六天都會這樣稱讚你 每天都有這樣滿滿的幸福感 要確定也說不定沒有啊 說不定就只有這種時候啊 那我就只能說你的戀情真的不太順 但我希望你能感受到那個 我只是在幫你踩煞車 因為Hank剛剛在聽這個音檔的過程當中 已經就是你知道 想到小孩要叫什麼名字了 我想說不要這麼不爭氣 我來做為一個就是你知道 煞車板還是要把該講的 該想到的事情跟他講這樣子 也是啦而且還有第二位跟第三位啊 對啊 聽一下第二位 我覺得你的照片看起來很可愛 有絮湖毛毛腿 那拍照的時候會塗舌頭 塗得很自然 看起來很像小洞 我會讓人想要逗弄一下 我發現我們的生日好像還滿接近的 會讓我想要探索一下 我們哪些地方的相似 那我還滿喜歡這種 心有靈犀 心意相通的感覺 不用多加解釋 就了解對方 我覺得第二個 他在第二題的時候 有扳回一層 而且他提到了 沒人說到的 Happy Birthday的那個生日的部分 而且他還看到毛毛腿跟土舌頭 對還說小動物很可愛 對不對 他喜歡馴服你 而且我覺得 有那種可愛的感覺很重要 就代表說他不是只是 喔好簡單描述 然後說我很喜歡 那個可愛感覺有時候是 難以撼動的 而且他反而看到更細節的地方 萌點 哎呦大家怎麼會那麼會講 來我們這時候回到第一個 第一個指說什麼 他的外表沒話說 但第二個對外表 卻說了很多話 會不會對外表 第二個比較膚淺 第二個但他至少很用心啊 就至少要觀察的 好像滿仔細的 對啊 那你們聽聽看第三個 看有沒有綜合兩項的優點好不好 好 第一印象還是很重要 就我個人滿喜歡那種小狗眼 或是有點動物感的人 所以 動物感我不確定 是不是一個正面的詞 但總之我喜歡有點小狗眼 然後看起來有點全戲 然後萌萌的感覺 這個男生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來說 第一印象就很加分 那再來就是我發現 那現在我滿認真在 經營自己的那個IG 那通常這種類型的朋友 可能就是 比較懂得去從生活中 找各種有趣的事情 然後可能也會比較刻意的去安排自己的人生 我比較用正面的態度來看待這件事啦 就是有些人想要經營IG是為了工作 但有些人想要自己經營的IG是因為他對自己的生活很重視的 也會比較用力的再去體驗人生吧 所以我覺得我是比較正面的去看待這件事 然後從你的IG上也感受到這樣子的一個氣息 對所以對我來說是加分的 大家都說你像動物耶 對啊 你一臉畜生一樣耶 母狗 重點是因為我真的第一次聽到有人這樣說耶 你說小狗眼嗎 就說就是什麼動物 可是第二個跟第三個都說你像動物耶 對啊然後我想說他們是串通好的嗎 30歲以後越來越像畜生 亂講 母狗母狗 他說小狗不是母狗 小狗眼不是母狗眼 請問母狗眼變怎樣 我就問 然後請問 發情了母狗 沒錯 那第三個你聽起來怎麼樣 你喜歡嗎 因為他其實是我們裡面長度最長的 對然後他有說我帶來像很正面的感覺就是 我都會覺得我到底有沒有哪裡這麼好耶 那就是有 我這樣好難選喔 你先閉嘴 那就是有 你先接受那個稱讚 你就是有這麼好 好第三個一直給我一種周杰倫的感覺還是他只有在練饒舌是不是 我覺得第三個人的mbti應該是J人 因為他講完之後他會吐槽自己 就好像不能這麼講 對對對他會吐槽自己 他有一種很強烈饒舌歌手的感覺 然後他會說 就是會講一講話然後diss自己 然後再丟出一些可愛的hook 會自嘲喔 對對對 但他又會有種在吐槽別人 例如說 那種IG社群 我是比較肯定的態度啦 想說有嗎 要確定 很適合跟迪克在一起 我想說好苛刻的人喔 他是饒舌系嘲諷戀人 耶啊 你要嘲諷戀人嗎 哪來這麼多稱號啊 第三個會不會在揍我 可是我說真的我覺得有嘲諷感 但是他說不定會讓你進步 就一起變更好 小帥帥的這種 對對對 酷酷歌 成熟熟男啦 熟男酷酷歌 而且他就說你是小狗眼 對啊我現在說哪裡有啊 小狗眼他就是會這樣捧著在臉 然後搓揉的時候 這就是我要的耶 好難聽 真的好難聽喔 狗眼狗吊 摔摔狗吊把你 我們是純愛節目 喔喔 Jerry跑出來了 收回來 好目前感覺如何 1 2 3 有沒有一定要留下來的 或是想要再多聽什麼的 好難選 三個都很難選嗎 還是你們 三個都很難選 有沒有已經要TDR還是已經要留下來的 我可能會先留1號吧 你去年要留1了嗎 對啊 所以他是2 3在抉擇 那你要使用我們的安迪卡嗎 安迪卡先出動 安迪卡的話就是一樣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他可以用30秒的時間 來跟Hank補充一下 這個人的特點是什麼 但是你希望安迪用什麼樣的方式 幫你去切入呢 因為安迪很懂我 因為我們是就是好朋友 So mad 好閨蜜 我們是靈魂伴侶 是靈魂伴侶嗎 是這樣講嗎 靈魂自由 對 那時候可以給我個建議 好那我們就直接讓安迪來囉 我說換 你就要力度換下一個 好 請問別人也有安迪卡嗎 有有有有 真的喔 你算是創造出安迪卡 OK 3 2 1 開始 我覺得第二位呢 他呈現出來的生活風格 很多元 然後他有藝文的取向 也有這種 男同志在台北酒吧裡的社交行為 對然後他不是非常主流那種小短短的地方 但是的確是呈現一種絲文有氣質 我覺得是我會覺得帥的類型 怎麼叫削短短啊 就他不是那種頭髮削短短的類型 好 換了嗎 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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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部分呢 喔他有一個我可以講 就是我們一樣的 MBTI 他是 ENFP 然後他也很愛出國玩的樣子 那他的年紀應該目測起來比你長 然後我覺得是魅力 魅力哥哥 魅力誰叫魅力哥哥 因為我在想說要講魅力大叔嗎 所以泰哥是個魅力哥哥 好了結束了 安迪卡在第二張好像比較沒有用 因為我真的都不認識他們了 第三位是有點難定義 對啊 為什麼叫什麼叫難定義啊 因為他照片給的比較少 他的IG社群比較不是那種屬於自己的自拍照 就是自拍照很少 對對對 比較專注在生活工作的人 但這兩位都不是花蝴蝶 喔就是很低調的人 也不一定很低調 就是他們不是那種到處酒吧 到處沾黏別人的人 對 好難喔 好難喔等一下 因為以往就是 我認識或是想要交往的對象 我都不會挑比我年紀小的 嗯 因為現在已經30歲了嘛 就是一個月長 他們年紀都比你大 OK 我如果是我會選二 我個人 因為我個人喜歡就是好溝通的人 我覺得三不好溝通 我也覺得三不好溝通 可是我覺得我好像會喜歡三 我不喜歡 因為我喜歡南高 我不喜歡太溝通的人 就是你知道我真的是取向問題了 有不能三個一起來嗎 不可以 而且3號看起來比較有錢 對 3號看起來比較有錢 哎呦 你可以賭一個3號 是不是愛你愛都不行 但3號但凡有一點點沒那麼愛你 你就會 很痛苦 你就會彈得很辛苦 你就會彈得很辛苦 但是 我覺得我們這個聊天 也可以聊進去 我跟你說二真的是稍微比較 我真的是公道伯 二的話感覺是一般上班族 我跟你講二看起來很爽朗 而且我覺得應該也會蠻愛你的 這是什麼說法 因為我覺得二號是一個 看起來很愛分享生活的人 對 他是 他很願意陪伴自己的朋友 跟帶身邊的人去參加有趣的事情 Yes correct 但是他自己個人比較偏愛 個性愛一點點 他是愛人 他是愛人 應該說他常常給我的感覺 是比較害羞型的 但是要談天是沒問題的那一種 這樣OK啊 熱情但內向 所以代表說他會把說的好 在私下留給你 可是你說是愛人 我自己有點忘記 愛還是有點忘記 他不是在第一次酒局的時候 就可以跟他和在一起的那種 對 所以我才覺得他愛 可是我想說不對 我溝通過的時候 覺得他好像是疑 所以我有點不確定他是愛還是疑 對 你剛剛講超正確的 趕快一點啦 外面就等你了啦 外面還有人啦 怎麼辦啊 是不是真的很難 很難選 等一下啦 我想要再給我一分鐘 因為我有時候霸到這種東西 就覺得好像 就還蠻喜歡的 好啦 讓我選3號好了 哇 好囉好囉 我跟你講我們現在真的很急 因為外面有人要進來了 所以趕快 讓我們立刻歡迎我們的殷勤嘉賓 來到我們的錄音室 哇 這個糾結的過程 團購時間 耶 安迪久違的就是要來下一檔團購了 你上一次已經是六月的事了 沒錯沒錯 但上一次的那個廠商呢 他就是跟我介紹鞋子的時候 就說他們有一款自己的沐浴乳 是不是走太遠了 鞋子跟沐浴乳怎麼會搭在一起 因為他就是那個韓國的生活選品嘛 喔 選物店的感覺 對對對 他就說他們有一款非常好用的沐浴乳 然後就介紹給我認識 我就說那可是我要先用看看 你有在愛洗澡嗎 我有在愛洗澡 你這個是人格攻擊喔 所以我很愛乾淨 我只是不愛洗頭 所以我沒有推薦洗髮乳 因為他飲罐我會用太久 沐浴乳我會每天用 對 哇你也是很懂你自己耶 沒錯沒錯 選物就是要找了解自己的 對 那他從6月開始就有寄那個試用品給我嘛 然後就有寄了幾罐 然後我就一路用到現在11月 哇你試用起4個月 因為我就是中間有在做別的事啊 他問我說最近有沒有 一些團購的空間 我就說啊最近好累喔 沒有沒有你要這樣講 是因為我幫大家試用了很久 很久 然後中間又碰到同志大遊戲 然後真的是好的 我才願意推薦給大家 你很不會有團購說法 好啦 因為我就想要真的OK我才團啊 所以真的OK 因為我本身又不是靠團購賺錢的人 是 你本來就可以賺錢了 對我又有做美容 又有做 屁股開開 假扮日子 假扮日子沒賺錢 欸 小賺 10月有 10月有 10月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那種 荷包慢慢賣的感覺 好Anyway 我就是要跟大家介紹 這一個韓國代理的這個 直萃的沐浴露 那它很特別的就是說 它裡面是用直萃跟精油的配方 去調它的香味 所以它的這個香味不會太持久 就大概洗完澡的一個小時 就散掉了 就差不多了 所以是有點像約泡沐浴露 之類的 那因為它不是加定香劑 所以它味道沒有那麼持久 但是它就不會那麼敏感跟刺激 所以它是天然的 對 因為天然這個詞是對的嗎 應該是用精油去 低敏 低敏好不好 對 以我本人一味其名不分 洗了這將近半年的時間來講 都是非常的順利 也沒有起到任何的不舒服 對 因為你皮膚其實是非常敏感的人 對 對 然後它現在就是有三款的味道 然後想說迪克也是一個評鑑大師嗎 嗯 我是J人喔 我現在就有三款的味道來讓你聞聞看 第一款是什麼 第一款是我們的好眠 Night Night 哇 真的很好睡 它真的是那種睡覺精油用的 這一款真的是英文就想睡 對啊 因為我昨天已經熬 我沒有什麼厲害的詞彙 可是它真的就是好想睡 因為我昨天熬夜其實蠻累的 所以我剛聞到就想說 喔 是要睡覺了嗎 它就是有條 它蠻猛的耶 很舒服的熏音草的味道 可是它又不會很刺鼻 喔對啦 熏音草啦 你每次都只會在那邊好香好香 我沒有好香啊 我說好睡啊 找你做那個評鑑真的是心驚淡跳 再一次嘛 我告訴你什麼叫真評鑑 你再給我一個試試看 來下一個是 直萃保濕香氛沐浴露 好 Let's try it 哇 好像 不是 它真的很像 不是 我真的說不出來 可是我不知道它什麼味道 有一種甜味 然後它這個甜味是 是很像噴香水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洗完澡感覺 會是有一種很香噴噴的 準備要去復約的那種vibe 那它這一款直萃保濕香氛沐浴露呢 它基本上是用比較多植物的腹方在裡面的 那它主打的其實是 是甜腹真的腹嗎 也可以 你行銷人是不是 植物腹方 那這個腹 那有什麼意涵嗎 沒有它的植物的腹方意思就是 它不只加某一種 好像是廣告詞 某一種味道 是不是有廣告詞 沒有 是一蹦出來的是不是 對啊 好厲害喔 腹方 它的這個植物腹方 你不要一直提供 大家不需要知道的資訊 好沒差 賣爆就算了 把這位沒壓力 植物腹方 然後呢 就是它主打一個 一個寶石根 它可以蓋掉一點 悶臭的味道 哇 那很適合找錯的朋友 對不對 你的腳錯可能沒辦法 但可能有時候 你偷偷在嘴我 腋下 或是私密處 有點悶悶的味道 我覺得這款非常好用 而且它洗完不會乾澀 所以我的腳錯沒辦法 你的腳錯沒辦法 我公道伯 我不會說你腳錯 洗得馬上沒味道 不是 你這樣子害我未來怎麼談戀愛 你可能要喝的 那前面這三款 哪一款可以救我的腳錯 我還有第三款是 味道最濃烈的 你給你壓看看 但我不保證有效 它第三款 你這個叫classic number 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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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聞一下美 好 它這個就是比較野性的配方 欸 很香是不是 它真的是我平常 就有點臭味的時候 會想壓倒 是止焊劑那個味道 就它加了比較多的色香 可是它調的味道 又會是比較不刺鼻的 欸有點走心欸 好像突然覺得 好需要購買喔 因為我真的有腳錯的問題 我覺得好難過 真的腳錯嗎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啊 你要去問你的一些親密小夥伴 他昨天跟我親吻的時候 他就說 欸你最近有對象是不是 昨天昨天昨天 昨天這麼近就有 他昨天親吻他就說 我再去喝一個咖啡 我想說是我的嘴巴味 哈哈哈哈 害我有點美滋 他都沒有啦 是我剛剛講話很多 有分泌一些味道 我就想說 嗯 那你可能要拿我們這個 Kaisy No.15 拿去給它漱口 或是喝的 或是給它奶奶 早點睡 不要再嫌我了 真的耶 好實惠喔 好啦 反正就是推薦這三款給大家 欸我最重要的 在哪裡購買 怎麼跟你買 購買就是我會加在社團啊 或者說在我的表單連結 大家還是要知道吧 請大家介紹安迪的IG頁面 點選這個 就是我們的沐浴乳的這個團購方案 免結 沒錯 其實我剛剛要講的是 就是要講價格啦 當然我們購買方講清楚 加半日制的精選東西 你也能找到另外就是 加入我們團購社群 你也能看到這個購買的方式 來請報價格 好 他的這個團購合作 第一個方案呢 就是300ml的這三組一起帶 就是990塊 那他500ml大罐的三個口味 可以一起帶喔 就是新台幣1299元 送兩顆沐浴球 OK 沐浴球本來是儀式敢用的是不是 對啊 因為我個人是沒有用過啊 就是廠商想說 是不是要送點東西 他說我們也有沐浴球 我說那送一下 還是該送 對啊該送這樣子 但是主體就還是 就是我們的金油沐浴露本身 那我應該就是買A方案 如果我是我的話 對 因為你還要漱口 跟泡腳 而且沐浴球心裡想說 他真的能洗乾淨嗎 我常常是 question mark 因為沐浴球感覺很像是那種 泰國語會用的那種東西 就感覺是情趣類的 對對對 但我個人通常又不是那種情趣的人 我通常就是射完之後我就會想說 想睡了 想睡了 絕對是分開的 一定要分開的 一定要分開洗 對對對 所以我個人就會選A方案 但是他的確是有給我那種 如果我今天是準備要去做愛的 或是約會的 他是那種戰袍沐浴乳的感覺 就是因為你洗完馬上就可以上戰場 但是他又不會持香太久 對 然後你可能就會有一些黏膩的味道 或是沾在你的衣服 或是說跟你後續的香水混在一起 對 女生約會感覺其實也蠻適合的 我覺得他就是很適合你日常的洗術 不是洗術 你日常的清潔 然後跟在親密活動之前 真想術啦 是這樣說沒錯 但是就是如果說你希望他 可以香香一整天 這個是有點難做到的 所以這救不了腳臭 但是沒關係 總有一天會有可以救腳臭的場上 要加班日志的 沒錯 然後反正就是說 如果你聽了 想說試試看的話 那也是很OK 但也是不用有壓力 到幾號 安迪看一下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我看一下 11月25號一直到 到12月的 12月6號 請大家不要錯過我們這一次的沐浴乳的這個專案 沒錯 你就買起來 然後你就壓就是洗一下 不喜歡的話 那怎麼樣 聖誕節交換禮物送出去 這倒是真的 因為我不期待 就是所有買團購的人都要非常喜歡 但安迪本人非常的喜歡 對 如果說你也想多了解安迪 想知道安迪到底 平常的愛用選物到底是什麼 你可以稍微買一下 了解我一下 對如果你沒有買的話 那就不用約會了 就這樣 你不要都在說什麼很喜歡安迪 然後說什麼很喜歡賈本日志 結果欸 團購都沒買 這倒是抓到 心寒 但這心寒的事情喔 也不是第一次了 沒有啦 反正就是 因為 這個廠商也認識 然後我自己覺得說 用的真的蠻不錯的 這樣子 那我們就支持安迪的團購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嗨 我是Nelan 我是住在台北的住人工作者 今年33歲 然後186公分 70公斤 然後我是摩羯座 很高興可以在節目上認識你 大家好我是Odan 身高184 新作的是雙子 興趣非常的廣泛 從虛擬貨幣到電子音樂 高興認識大家 歡迎回到我們錄音室現場 歷經的波折 就是至少已經 停錄重錄 停錄重錄 大概兩次了 我一度想說 要不要就算了 因為我覺得是庭公 告訴他說就單身吧 哈哈哈哈 到底是這個戀愛之路 必入藍旅 還是要叫他趕快放棄 其實我覺得 岳老英在跟他講說 好像選擇單身 哈哈哈哈 你有接到這個聖旨是不是 就是想玩不適合 不適合 對啊 但是最後最後 必入藍旅 我們的嘉賓們 終於做到我們的錄音室了 唐山過台灣 對對對 現在我們歡迎Linan跟Odan 好我們請Linan 再次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我其實忘記我講了什麼 你講了說你身高186 對然後 體重70公斤 然後摩羯座 助人工作者 對然後 我們唯一好奇的是 是否下面也有186 哈哈哈哈 是你好奇吧 我根本沒有問這一題 我們Hank好奇嗎 好奇啊 哈哈哈哈哈哈 甚至偏騎虎南下對不對 哈哈哈哈 請問今天的尺度 是可以到摸看看的感覺嗎 我覺得不要 哈哈 你不行要自己喊咖喔 你有自己說不的權利喔 我有說不我可以說吧 我有身體自主權 對對你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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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助人工作者 很會拿捏這個尺 對對對 對對對 有時候節目效果跟你自己說不 是是同型的 是自己並行的 你不要自己被言上喔 哈哈哈哈 好讓我們歡迎Odan 哈囉哈囉 你今天聲音還好嗎 聲音還OK 因為你剛剛在我們的 自我介紹的音檔裡面 其實聲音聽起來是 是絲絲聞聞的 然後現在變絲聞敗類 就是呈現一個很生活感的感覺 就是昨天好像玩太開心 哈哈哈哈 昨天是不是在Pong Shot 我就問 在另外一間在Final 因為我們的Odan有提到說 他喜歡電影 然後他184 然後也很好奇是否下面184 嗯 有嗎 你不要再這樣問了 爽啪子 要不然你問一個嗎 你好奇他什麼啊 他的星座啊 哈哈哈哈 你說一下啊 他說有說他雙子座 哦 對對對 OK啊 那我們的主人工作者呢 他是摩羯啊 摩羯 你剛剛沒有在聽他說話呢 是嗎 一個摩羯 一個雙子 然後我們的主人是天蠍座 嗯嗯 好剛剛聽完他們兩位的聲音 你自己目前在你的腦中 對他們的長相 有什麼樣的想像嗎 Hank 嗯 嗯 呃 他是個沒什麼想像力的人 所以你不能給他太多這種開放性的問題 我感覺到了 我感覺到了 我們先問我們的嘉賓第一題 你自己覺得還不認識你的人 通常對你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單純看你的社群平台來認識你的話 你覺得大家對你的第一印象會是什麼樣子 我們先請你一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這應該是你IG問答很常出現的問題 對 沒錯 蠻多人會說看我的照片 或者是不認識我的時候會覺得我蠻高冷的 嗯 對但是見人面我覺得是另外一回事 那見人面是什麼樣子 就是比較沒形象嗎 還是就是可以聊 然後是蠻親和的吧 我自己會這麼覺得 啊 高而不冷 對如果跟這個人不對通 或者是關係沒有那麼想要親近的話 可能就會維持一點距離感 哦 那對方可能就會感受到 好像他有點維持距離感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很有默契的慢慢來 嗯 什麼行為讓你有距離感 什麼行為哦 會覺得說好這個人可能不屬於對通的 就可能他一直講他自己的事吧 然後就是自己就自顧自的講半小時 那故事有趣就OK 但不有趣然後有要聽他一直講 因為社會巨人工作者平常已經聽太多別人的故事 對 我要跟你約會的時候我也想要分享我自己 我要講 我很會聊天沒錯 但是請給我發揮的空間 對對對 不然我也很想工作 我覺得這個回答很讚耶 我覺得這有講到點上 對沒錯沒錯 來我們來問一下歐登 大家對你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單純看社群平台的話 他們以為我住國外 哦 會會會 我都只分享出國的照片 對 可是我覺得好像 因為大家不都這樣嗎 然後會有人問說你現在在台灣嗎 哦 那你是會那種出國之後 隔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之後 慢慢發這種風景照的人嗎 就在旅途中間有趣事情的人 然後在看社群就會覺得你好像一直在國外飛來飛去 因為我很懶得修圖 我不太會修圖 所以我可能就是當下拍我想發就立刻發 哦 了解 IG是一個日記的感覺 嗯 但你平常你這一年出國的頻率大概多少 因為感覺你真的很常出國耶 我們上一次沒辦法錄就是因為他本人 台胞證掉了 台胞證沒帶 台胞證沒帶 所以想問一下您的出國頻率大概是多少呢 一年大概三四次吧 三四次去哪裡 就可能會有兩三次是亞洲 然後會有一次是稍微遠一點的 那你大部分是會有旅辦的嗎 還是你習慣自己一個人出國 哦我很喜歡一個人出國 嗯 你上一次是去德國是不是 對 你是去柏林嗎 柏林 科隆跟海德堡 請問您是去野的嗎 哈哈 你問這什麼問題啊 所以請問你有去什麼Burhan或是Lab什麼的嗎 欸 就該去的都有 哈哈哈哈 OK啊 單身都嘛OK 但是你有聽到一個關鍵嗎 他一年出去三次到四次 Hank這個還不錯耶 你真的很熟 你那種大媽味道一直趕快跑出來 有錢有錢 你很像那種北京相親角的那種大媽 這個出國很多次 不錯不錯 年薪不錯不錯 長得高不錯不錯 這大重點 完全沒有要探討心靈層面 他總是要聊一些就是物質的東西嘛 好 物質還是挺重要的啊 那我覺得也是可以延續剛剛我們問第一個的問題啦 就是說如果說你是很習慣獨履的話 代表說你可能很重視這種個人空間 或是說個人的邊界 那有沒有那種也是一樣交友的時候會在乎的地雷問題 或是說怎樣的特質會讓你敲醒內心的警鐘 偶包太重吧 偶包太重喔 因為其實偶包蠻容易看得出來的 所以其實相處幾次之後大概就知道那個是不是真實的狀態 因為你會露出馬腳嘛 所以我覺得就是多相處幾次之後多吃幾次飯 然後聽他講話那個前後有沒有一致性 喔了解了解了解 就大概知道這個偶包重不重 可是偶包重你不會覺得說他是很努力的想讓自己的形象是好的嗎 可是有時候那種偶包重你要知道他這個偶包的設立 到底是為了他自己還是為了營造別人心中好的形象 但有人就是就是怕麻煩或是很急歪 那我問你題二選一的喔對於歐登 就是那你想要偶包重但是他狀態很好 還是你想要很邋遢然後看起來就是 我覺得你不能我覺得你不能這樣子講這樣太空泛 你要舉例你要有一個明確的 像我現在這麼邋遢 就單純看我現在這樣的狀態 偏邋遢 偶包不完全是指穿著啦 就可能他會有想要創造一個人設 我覺得他剛剛沒有回答問題但就先這樣 好等一下可以細問 因為他會這樣子很明確的獨立出來這個選項 代表說一定是有幾次的對象都有發生這個狀況 算是嗎 對最近有遇到 因為他也剛好找到他的 另外一半了 我和他偶包的朋友們 他們有個偶包之戀 但也是祝福了 而且我覺得歐登講話是一個很有社會化經驗的人 就是他講話都有一種 OK好我讓你知道說發生什麼事 但我也不多說太多了 所以你也注意到 對對對 不要再問我了 我跟你講今天的這兩位殷勤嘉賓呢 都是不開心的時候不會露於外表 對對對 你一人講話其實也是蠻有藝術的 所以你不要問太多沒禮包的問題 他們下節目就會封鎖你 給重心 好我們來問我們主人想問的好不好 主人的第三題原本設定的題目你還記得嗎 Hank 就是因為我是一個怎麼講就是 愛哭的人 非常愛哭的人 不是遇到什麼事情都愛哭 就是看電影的時候或是看影集的時候 遇到那種親情啊 或者寵物就是比較 生離死別 對生離死別 他那種蠻容易哭的 像我上次就跟那個安迪 主持人安迪去看了電影荒野機器人 我哭到那個整個擅長之後還在哭 他擅長的時候 因為中間電影還在播的時候 他可能怕打擾這個電影的情緒 然後開始那個後面的那個字卡啊 工作人員名字在錄的時候 他就突然這樣 整個憋不住 好大聲喔 好大聲 神經病 但是反而我對那種愛情的就是 還好就是沒什麼感覺 因為我比較多用家人或是寵物這方面 理解 畢竟也很久沒有擁有愛情了 八年了 不曉得要哭什麼 對 所以這一題想要問的是什麼 所以想問說你們最近一次哭是什麼時候 最近一次哭喔 然後為什麼哭 對為什麼 為了什麼事情而哭 這好像之前的集數都沒有出現過的問題 我覺得這題其實是一個很棒的題目 大家都會有脆弱的那一面嘛 我們先聽聽人的回答好不好 好 應該是上個月的時候 很近耶 蠻近的蠻近的 但是小哭一下 然後就結束 反正就是那天工作完了蠻累的 然後回家 然後家裡剛好最近有發生一些事情 所以就爸媽在吵架 然後吵完架之後 我爸就是半夜出門了 然後沒有帶任何的手機什麼的 對然後我媽還在氣頭上 所以我等於就是加班的感覺 就是先幫我媽的情緒 讓他當下來之後 好那我們要去找爸爸囉 所以就是半夜再出去 那我媽沒有出去 我就自己去找 他沒有手機 然後就沒方向這樣子 然後找到半夜就覺得好累喔 我覺得那個感覺 當下沒有辦法分辨那個情緒是什麼 但反而就是一股酸意就上來 對然後我後來意識到說 我好像在流眼淚 然後就有一個好像先沒必要 我們先找到人再說 所以那就收回去了 對就一下下 了解了解了解 因為你是個住人工作者的感覺 其實是會去在事後分析一下 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覺得應該是真的累 所以我覺得好像 一直都愛住人工作 然後我覺得我把自己的事情 沒有搞砸 但別人搞砸 我要幫別人擦屁股 我知道物理上那一種 那就很累 就是一種我身為一個住人工作者 我幫助很多人 但誰來幫助我 對對對 那你內心是有希望說 被怎麼樣安慰嗎 因為其實哭以後 我覺得很多時候 代表內心脆弱的地方展現出來了 如果那時候有一個人 他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幫助你 或是給予你一些支持 我覺得那很看這個人的技巧 情緒出來的話 要看對方收不守得住 那如果對方有能力 或沒有默契 他可以收的話 對他有餘裕的時候 就可以幫我一起收 但他沒有餘裕的話 其實就抱著就好了 嗯我也能理解 因為有些人他會 你知道想要很努力的 就是你趕快說出來 你跟我說 但是我現在就是沒有要說任何話 就會弄巧成拙 你有遇過講錯話的人嗎 就是想要安慰你的時候 但他講錯話 講錯話 會給你一些無力的安慰 因為曾經不是有討論過說 講辛苦了 是一個很廢的用詞 但我覺得可能跟口氣啊 跟當下情境有關係 對 那如果我今天很累的話 然後我另外一半 或我很在意的人 跟我說辛苦了 我會覺得好像被看見了 真的看見可以讓我舒服一點 我覺得還是要看那個相處的情境 所以他可能要看著眼睛 告訴你說辛苦了 然後你會覺得說 好像他真的有在懂你的感覺 對 但如果他有一點不真誠的話 好像就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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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玩Switch的時候 辛苦了 這迪克最會了 玩寶可夢卡白的時候 很需要被安慰 但是對別人的那個你知道 失落的時候都無濟於事 然後眼睛抬起頭來 辛苦了 辛苦了 你繼續玩 好像我主管 這是長大的滋味 來 Oden最近一次哭是什麼時候呢 根本是玩台灣老闆油吧 但我好像的確 比較少大哭 就是會 濕了眼眶這樣 但我蠻爛的喔 濕了眼眶 歌詞嗎 眼眶漫紅 怎麼了怎麼了 蠻爛的 就是最近看那個 Lady Gaga新的MV 因為 是快歌那首嗎 對 我自己亂同理 就幫他想了一個 一個劇本 劇本 就他一定是 要回歸 要不能有 閃失 然後要 可以被大家 覺得他很棒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他做到 然後看到你就很感動 那想請問一下 那你會希望怎麼樣被安慰 如果在你很累很累 或是很難過 很沮喪 或是很脆弱的時候 你覺得什麼樣的安慰 對你講是最有效的 呃 你們剛有聽過 就是有一種說 愛的語言是 有些人是送禮物 或是 五種愛的語言 對碰身體 高品質的聊天 或稱讚之類的 我是喜歡被 被摸 對我喜歡被摸 身體接觸 例如背啊 肩膀啊 擁抱 哦 可愛族人想要問什麼問題 問我們的殷勤嘉賓呢 就是呃 你們跟另一半相處的時候 會有什麼地雷 然後 如果有吵架 大概你們都會怎麼解決這樣子 對 哦 我覺得這題其實也蠻重要 因為如果我們真的是要進到情感關係的話 嗯 好像應該先了解一下對方的地雷是什麼 什麼東西不要碰 什麼東西不要聊 什麼東西 可能做了太多 我覺得好像是時候可以先了解一下的 你們可以各自分享一下最常吵架的點是什麼 如果你們要分享具體的事件也可以 對 我們先聽你人的答案 我是回想我沒認啊 就是會吵架的原因都不一樣的 嗯 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後來發現 就是會把我戳保的一個點是 貼標籤這件事情 對 就是可能還在溝通的時候 他就直接貼個標籤 哦你不願意溝通 你就是沒有想到我 你就是沒那麼愛我 你就是還奠基你的前任 對 然後我覺得一旦把標籤貼上去後面 都沒什麼好談的啊 嗯 他已經有個刻板印象在那邊 對 你感覺有遭受很多這樣的詞 是很常發生這樣的事情嗎 交往最久一任 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對 他會一直說你就是奠基你的前任這種話 有說過 但那是個舉例啊 但這句型就會沒責啊 然後甚至我試著跟他溝通的時候 他覺得說 你就是用你學校老師那一套來說我 對 沒有我只在跟你溝通 我不是你的學生 對 那就沒責了 我怎麼講都錯了 他吵贏你耶 不是我跟你講 因為這個是某一種他們最後演化出來的溝通模式 因為 因為好好溝通可能會講不贏他 所以最後就要無力取鬧 兩敗俱傷 這種狀況我道歉不下去耶 我覺得道歉不真誠 因為我就覺得我 我沒有錯 我們在對話我沒有錯啊 就是我們可以溝通去弄清楚發生什麼事嘛 但如果他沒有這個誠意要弄清楚的話 我道歉感覺我自己說不出口過不去 可是你們兩個僵在那邊也沒有意義啊 所以我後來就是最誇張那一次就真的對他大吼大叫 因為我講什麼都會被貼標籤嘛 對然後我回應他他就覺得我在搶遍 讓我安靜然後說你看你是不是心虛了 可是你大吼大叫不會讓你身為一個住人工作的感覺會很疲倦吧 所以我最後落下一句話就是全世界只有你有辦法讓我落得這個下場 這就要怎麼突然變情話了 有點浪漫嗎 我都會覺得我真特別 結果有人讓你瘋掉 欸心動耶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這麼瘋的關係是可以進行的 是因為他很close啊 就是你死我活雖然不健康 對但就是有時候這種會就是沒完沒了 Oden你自己呢你的地雷是什麼在情感關係中 搬舊帳 我覺得每次吵架都有不同的原因 那你不能因為是類似的事情 那你就說欸這件事你以前不是說不會再犯了嗎 那為什麼又重複發生 可是為什麼會重複發生啊 一定就是有點難 你舉例一個事情 我聽一下為什麼會重複發生 比如說政治立場不同好了這種 可能 你有遇過政治立場不同的情感關係 可能就是會啊 會以前聊過一次吵過一次的 可是當最近又有發生一些新的事件的時候 在在討論還是沒有辦法有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所以後來就乾脆直接避開 就像你講的哪些是地雷 哪些不要聊就不要痛 請問一下政治立場不同 特別是有幾段時間是很敏感的時候 要怎麼樣成為伴侶在那段時間 然後怎麼樣不談這個話題 就不要聊啊 就不要聊對 可是你們彼此不會心照不見就說他反正投那個黨的 他就會投那個黨的 你就心情就有點不開心啊 你就是那個硬要問的對象 我就是啊 我就是不要問了 你還硬要問 你是不是其實不講但其實怎樣 我現在是不是說我不要聊了 可是我覺得會不開心就是會讓你很難走下去啊 應該是說剛好我另外一半大我很多歲 大了十一吧 然後他其實蠻可以讓我去做自己 然後可以去有不同的想法 只是說我覺得稍微年輕一點的人 還是會比較年輕氣生 就會覺得我炒一件事情我想要 我要贏 我要講贏你 我要說服你 但他其實沒有這麼大的那個 他可能也累了啦 對他可能並沒有這麼想要贏我這樣 所以到後來就乾脆說 哪些事情就是不要聊這樣 那你請問一下 你覺得什麼樣的吵架是不成熟的嗎 或是你曾經自己有經歷過什麼不成熟的吵架方式 因為感覺我們歐德也經歷到非常多段的情感關係耶 你看又有年紀大的 又有剛接近的偶像的 你很多你很熱鬧耶 沒有真正進到情感關係只有五六段而已 那也不少 我可以講最drama的 好啊好啊好啊 就是去錄對方的聲音 然後播給對方聽 什麼意思 就讓他知道他有多瘋 所以是你自己創造drama嗎 是你錄的是不是 對所以我錄了他的聲音 然後他大崩潰 就是大抓狂 就是整個要衝過來 有差一點要打你 打架 但後來彼此冷靜了 就沒有沒有真的錄然後就趕快刪掉了這樣 是請問一下在這種 兵臨要吵架的情感關係中 總有辦法再回到親密狀態啊 很多都是這樣子吧 大吵大合啊 是嗎 你們有大吵大合的階段嗎 因為剛好 我好像這不能佔星座 但因為我們兩個都雙子 雙子很需要一直溝通 會有受傷 可是我覺得受傷就是透過不斷的溝通 然後去理解之後可以逐漸放下這樣 那我就多好奇一題喔 我們就先聊 因為我覺得對我來講 Nelan的情感關係現在蠻直線的 我明確知道說他可能需要什麼 我非常好奇Oden現在的情感關係 你需要什麼樣的對象在你身邊 很支持的 支持我的工作或是我的狀態的人 剛好我的產業別比較冷門一點 所以你要簡單描述一下這個工作背景 或工作特質嗎 講你能講的就好 我在做類似是虛擬貨幣產業 因為這個產業很新 它有很多標籤 不管是正負面都有 走到今天也是因為前任很支持 然後 所以也會希望說下一個人 也可以持續的對這個產業 至少不要有這麼多負面的想法 就很支持 怎樣叫很支持 就是你在做事情的時候不要吵你嗎 還是說 哇 虛擬貨幣真棒 還是說 給你一些精神上的愛 就我不確定這種產業會碰到什麼狀況 很需要對方的理解或支持 就可能至少 當我想要講一些我工作的內容的時候 稍微複雜一點 或是稍微你沒有辦法第一時間理解 我希望你可以耐心的聽 哦 了解了解 對可以耐心的聽我在做什麼 嗯 不要說就完全就說好不要聊了 對 欸這太難了 太複雜了 我懂我懂 我懂我懂我懂 因為像小孩子說他老公在講投資的事情 他就說好棒喔好棒喔 然後放空三小時 這是好的伴侶 嗯沒錯沒錯 小孩子讚 對 好目前這兩題 聽完下來之後 Hank有什麼問題想要問他們嗎 因為這是我們必要的環節 所以我還是勉強的問了你一下 你有什麼問題想要問我們的兩位嘉賓嗎 你也講講你自己的地雷啊 我為什麼會問這個原因主要是因為 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遇到跟任何人吵架的時候 啊友情應該也有 但是愛情這個吵架真的是非常的少 是其實我已經忘記跟另一半吵架到底是什麼感覺 所以才會好奇說這個他們對於就是在一起的那個地雷到底是什麼 所以想要交一個來吵架 哈哈哈 練習嘛愛的練習 沒錯 太久沒有談戀愛嘛 然後我有時候就會很在意對方的想法到底是什麼 然後會不會有一個不小心然後可能踩到地雷 你也要講你的啊 我的地雷喔 對啊 不一定都是你要配合對方啊 我的地雷其實就是我蠻需要一個安全感的人 嗯對因為 就是黏嗎 沒有到很黏但是可能他 要報備 不用到報備每個行程 要同居 不是不是我沒有要同居 你不要一直那個 我問一下啊 就是我會問他他會會幹嘛之類的 嗯 或是欺騙或更安全感這個東西 喔 了解 你希望他的東西是稍微透明的 就你問的時候 就是一點點 就是一點點 你哪些東西會想知道 想知道 比如說周末去哪裡玩 對啊我就是等一下要幹嘛 等一下要幹嘛 會不會問 這樣會不會覺得我很逼人啊 我也不是要全部行程都知道 我是想說 嗯哼 就是他 呃就是 好兩位嘉賓現在知道我們主人很愛想 哈哈哈哈 聽出來了齁 他是個想很多的朋友 是 而且你看我們剛剛的表達上 也是稍微比較偏被動害羞型的主人 沒錯 我覺得我們有點加分題 給兩位嘉賓展現一下好不好 哈哈哈哈 什麼意思 今天的加分題是說 希望兩位嘉賓可以用你們自己的方式 去讓主人感覺到被挑逗 哈哈哈哈 然後有更多的接觸 哈哈哈哈 Do what you can do 好不好 聲音味道碰觸都可以 兩位可不可以就是稍微 展示一下你們自己的誠意 給你們30秒想一下 想一下想一下 你現在想踩他也可以啊 並妮人穿白襪嘛 哈哈哈哈 他們三個都穿長襪 對啊白襪灰襪長襪 其實不是看上半身 他們下半身長得都蠻像 對啊 我們讓妮人先 他有好嗎 你有確定你好 有但給我10秒鐘 我我我我我 你要換裝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換裝 讓我就是重整一下 你要從住人公室變狗狗boy嗎 我真的有點害羞耶 目前沒開發這個 可是很緊張耶 這對這對 好我要我要思考一下 好那你思考一下 好十九 好緊張喔 等一下你們要慢慢來嗎 好 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有 現在慢慢的 哇是重來的 太尷尬了 太尷尬了 沒事我們再來一個 我再一次再一個 我好喜歡這個環節喔 好尷尬 太尷尬了 好尷尬 Hank 你聽到我的聲音嗎 有 有 好了現在慢慢的吸氣 慢慢的吐氣 因為感覺到你有點緊張 我們放慢你的呼吸 我可以碰觸你的身體嗎 可以 好 如果你身體又覺得哪邊很緊繃的話 慢慢的讓自己放鬆 我可以碰你的手嗎 可以 有人說過你腿毛很長嗎 有 你喜歡腿毛長的嗎 欸 喜歡 那你有感受到我的腿毛 有 措施真的蠻尷尬的 哈哈 你不要說得很慢 我覺得OK啦 我很精力 好像那個神行靈課程喔 很像邪教課程 我是佳琳的啊 可是你表現得真的很好耶 謝謝 我覺得大家會跟著他的節奏 隨便深呼吸 有的沒的 有 Hank都流出來了 Hank整個濕了好不好 Hank你地板擦一下 你先感受一下有沒有勃氣 還沒 快要快要了 來 Oden你想好了嗎 Hank Hi 你知道我的聲音嗎 有 你身體有哪裡比較敏感嗎 耳朵吧 耳朵 耳朵遮住了 我可以摸你 可以 我們現在Oden在幫他按摩 他在按摩他的肩頸 這樣感覺舒服嗎 可以啊 聽起來好色情啊 可以啊聽起來 其實我蠻 暗長幫另外一半按摩 所以 有耶真的 很爽嗎 有會按的感覺 如果你平常 疲累的時候 就是 按一按 我也 可以再抱一下這樣 這算是我擅長的 好 謝謝Oden的分享 很厲害耶 我覺得這兩個都很厲害耶 而且剛按摩的手勁 看起來真的很強 哈哈哈哈 迪克都心動了 我好心動 好強的按摩手勁喔 感覺如何 Hank 非常害羞 因為 我非常非常緊張 但是我覺得他們非常有禮貌 因為他們碰我之前會說 我可以碰你一下嗎 嗯 他們不錯 那你知道你現在要選了嗎 要選了嗎 第一階段的選擇 第一階段的選擇 我們這個選擇總共會有三次 對 開眼罩前會有第一次這樣子 嗯 Are you ready? 還沒 不管啦 節目時常有限 給你十秒 反正這個部分 你可以綜合前面他們所描述的地方 然後聲音的特質等等的 然後這一次的選擇 不會代表最後的選擇 只是第一次就你 好像很初步很初步 看哪個感覺 對你的好感比較多一點 我選另外一個 你不要 你不要 不要消毒 不要 不要在這邊 沒關係 我跟你講每一個 可愛主人在這一階段的時候 都反而 對另外一邊很 笑死 對另外一個不好意思 我不是有其他意思 沒事 這個只是第一階段 又沒看到 又不代表什麼 好來囉 嗯嗯嗯 好 那 好 我要選擇的是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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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我沒有 算他已經構成了 我沒有別的 來 我沒有別的 來來來來 現在Hank請你轉向 這邊嗎 轉向我們的歐等 好來我們請歐等把眼罩拿下來 Say hi 他看起來好像剛睡醒 每次都這樣 因為戴眼罩戴太久 給你五秒鐘把眼睛揉一揉 主人的內心二選一考驗 接下來拿下眼罩的主人 將問兩位來到錄音室的殷勤嘉賓 一共七題問題 究竟誰的答案 可以更靠近主人的心 搶先獲得主人歡心的嘉賓 是否可以保持領先地位 還是將會被另一位嘉賓超車呢 讓我們一起洗耳恭聽 我們接下來玩的是快問快答 遊戲非常簡單 主人會問問題 是 然後嘉賓要回答 你們的答案呢 會跟主人心動的答案 去做一個參照 主人會選出去 他比較喜歡哪一個 然後進而去了解更多 你們之間的一些互動的小細節 沒錯 沒錯 希望透過這個遊戲 拉近大家的距離 那兩位準備好了嗎 嘉賓們 準備好了 好 那主人你的第一題是什麼呢 黏人與被黏 就是剛剛其實安迪 已經有問到的東西嘛 那安迪就會想說 你是不是很黏啊 或什麼的 所以現在我們要問的題目就是 你們選擇黏人還是 選擇被黏呢 你們喜歡哪一個 安迪是選哪一個 安迪是選都不要煩我 好像是 我會選就是我黏對方啊 你有在愛黏人嗎 沒有我的意思是說就是我黏對方的話 就是我可以控制什麼時候見面什麼時候不要見面 但對方黏我的話 他可能會在我想要督促的時候跑來找我 OK 嗯 兩位都準備好了嗎 都寫好了嗎 所以他們要怎麼寫 就是要黏對方或是被黏 是不是 對對對 三二一請翻開 哦 你們都黏人嗎 你們都黏人嗎 你們都是希望自己去找對方的是不是 那我們先聽你你們的答案 好 我覺得我蠻狗派的 就是蠻需要被需要的 哦 對 所以在一些事情上蠻主動的 例如什麼 例如就是我想要找他出去玩啊 搜索逛啊 或是沒有空去他家賴著啊 就沒有一定要幹嘛 可是就是 嗯 會需要對方 哦 那歐的呢 我好像被有形容過拉不拉多還是什麼 哦是兩條狗這樣子 兩條狗 今天兩條狗就對了 對 而且你的身形也蠻像拉不拉多 哈哈哈哈 就因為一巴是很大隻你知道嗎 什麼叫做 像拉不拉多到底是什麼形容 就是很好啊 他撲上來說 哎 就很開心 你這個狗看起來蠻醜的 餓很醜 那想問一下你們 你們會願意被黏嗎 你喜歡被黏 嗯 他們就希望每一次都待在一起 然後這樣子亂戳 你知道 扶弄然後就很爽這樣 就像家裡人家要狗 你狗也不用帶他去哪裡啊 你直接亂摸一通 他都很爽 摸哪裡都爽 是這樣嗎 Oden 怎麼用這個比喻 哈哈哈哈 但你是不是很需要被觸摸 對我剛剛有提到那個 愛的語言部分是 我喜歡就是身體有 碰觸嗎 碰觸對 所以沒事就是可能抱兩下 哦 如果他對方也是願意主動 會讓你覺得很舒服很開心這樣子 那Lina呢 你願意被黏嗎 對那我的愛語言是 碰觸跟語言 所以就是不見得要物理上碰到對方 也要聊天 通過電話就也可以 嗯 所以如果他今天就是不愛回訊息的話 會讓你們覺得有點煩躁 會讓你覺得不安嗎 那我看兩個人的信任累積得夠不夠 對如果前面都累積得夠 我就知道他最近在忙 對他沒有要走 但是不忙的話 你會希望高頻率的接觸就對了 對但是也不用到太高 就是因為大家年紀到一個程度 也會有一些自己的生活要忙嘛 對對對 所以就是可能有時候 就是也還是有些自己的時間的需要 那Order呢 也是需要一點時間培養默契 因為需要照上班時間的不同嘛 是是是 適合打擾 但是我平常是蠻喜歡訊息 睡前一定要盡可能啦 嗯 一天通通電話這樣 請問一下電話到底要聊什麼 因為我跟Hank都已經很久沒談戀愛 所以我不知道 什麼叫電話我不知道聊什麼 就睡前電話要聊啥 因為沒什麼好聊的 都可以聊啊 是嗎 都可以聊 我跟你講就是因為你太不信任 或是太不夠敞開 所以你會覺得這哪有什麼好聊 可是當你彼此敞開的時候 就是你連那個什麼 我指甲邊邊那個沒有剪乾淨 好不舒服 你知道這都可以聊 那請問要回什麼 噢是喔 當然不是啊你就是聽嘛 我跟你講你就是太功利取向了 你就是你這樣子沒辦法談戀愛 而且你這樣子會太嚴苛的對自己 會覺得各種有感受的大小事情 就是你會區分到底這個是要被紀錄 還是有需要被感受的 好那請問我們的Hank 應該是很想要黏忍吧 哈哈哈哈 應該是也是黏忍 對對對對對 跟安比剛剛講的其實一樣就是 我要黏忍的時候 算選擇權嗎 對對對對對 可是請問你有不想要被黏的時候嗎 在情感關係中 或是在曖昧的過程中 應該是只有運動的時候吧 運動的時候比較習慣自己一個人 你聽那個Podcast啊然後聽音樂 然後其他時候其實你都還是希望說 如果能一起就一起 能相處就相處這樣子 好那我覺得他們三個人 其實相信蠻搭的 我很好奇下一題 因為這算是第一題的衍生 對 來請問你的第二題是 就是要同居還是要分開住隨時見面 所以你的選項就可以寫同居 或是你寫分開住 好三二一 他們都分開 為什麼 離人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在一起的風險太高了 因為有太多無聊的事情要處理 包括盜樂士啊 掃地啊 如果有養動物的話 就是誰要餵貓啊 誰要遛狗啊 這不浪漫耶 這不是浪漫的事情 可是不可能有浪漫的過程嗎 那分開住但是一週住五天可以嗎 分開住然後一週住五天 就是一週見面五天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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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一個題外話是 我覺得可以在初期分開住的時候 安排多一些旅遊 因為旅遊的時候 你可能就看到一些生活的美角 就有機會可以磨合啊 了解了解 可是我問一個問題喔 所以你在同居 你是有同居過 然後造成嫌隙的嗎 沒有因為我光是 跑去人家家裡住 因為我某任的生活習慣沒有太好 對然後我就會看不順眼 那他假馬 我想說那算了 然後我想說 哇如果同居會很可怕 因為他常常有那個那算了的心情 所以他才覺得說 好那老子就不要住了 所以你是有一些潔癖 或是很明確生活方式的人嗎 我覺得我潔癖沒有到太重耶 而且隨著年紀往上走 現在越來越放棄一些事情了 放棄一些堅持 對但我覺得他是個光譜嘛 就不會那麼極端 就是有些人就是 生活習慣遭到一個極致 我會覺得哇 這超乎我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外了 那還是不太行 OK摸節奏沒節奏 那歐的呢 因為分開住 不代表不能見面嘛 就是一週看 可是完全不能同居嗎 可能那時候有遇到某一任 疫情的時候 是 被逼迫同居 喔 然後我覺得有點創傷吧 陰影 創傷又到創傷 陰影 我覺得沒有到創傷 你說被迫是指說 你去住他家對不對 就寄人離下 對然後呢 就會 沒有自己的空間 嗯 了解 我覺得這東西還是要看階段性 就是同居可以 可是你太前面出席立刻同居是個風險很高的事情 是是是是 你覺得需要準備的過程 嗯 對需要彼此多了解一點 住在一起的時候 比較不會這麼多地雷 那那你是 你是自己居住的時候是比較自由派的還是你有就是規則派的 我好像會習慣是負責打掃的那個 喔 對 你們三個很適合一起住耶 哈哈哈哈 我們多問一題 因為感覺起來歐登是接下來有至少有機會可以同居嗎 請問你一人你是覺得同居在你的人生歷程中或情感歷程中是有可能發生的嗎 因為完全不可能 我跟你講他們就都有創傷 哈哈哈哈 對這有點像是你遇到真愛前都會說我要單身我要單身啊遇到就OK嘛 嗯 所以有一些原則就是等遇到有人來打破他 喔我懂 就是我有創傷但是如果夠愛 你的這個愛可以超越這個創傷 沒錯 那我們就OK 那你們是可以一起睡的嗎 就是你會習慣欸比如說睡前親膩完之後各自在兩張床睡 或是說床的兩邊睡還是說你可以這樣很交纏在一起的睡覺 因為我本人就是要分開來睡 我也是 對 你要分房睡 要不然你要分洞睡 蠻喜歡兩個人可以一起交纏在一起的睡 但因為本人體溫非常的高 嗯 感覺到了 我感受到了 所以他在錄音的過程一直在大流汗 欸你今天冬天跟他在一起夏天跟你人在一起 超划算的 分工 你真的很熟 受不了 通常大概交纏五分鐘 嗯 就會被推開了 然後你會哭嗎 也還好 但是你又被推過太多次然後省悶氣 嗯 不會啦 前期可能會誤會 後期就大概知道 就是自己的問題 那就是有 哈哈哈哈 好 那你來呢 就是睡覺前面五分鐘十分鐘一定要保 嗯 然後後面的話我可以就是很 很自由的 客製化 客製化 對看對方的需要是什麼 放你去 對 那你們是會易醒的嗎 就容易醒來的嗎 嗯 我今年開始睡得不好 想說是不是年紀到了 但今年之前我都可以一覺到天亮 哦 了解 我覺得你等一下需要Oder幫你按摩 因為可能是肩頸水痛 哈哈哈哈 那Oder呢 我蠻一覺到天亮的 哦 對 好那這很棒耶 我沒辦法耶 你說你沒辦法一覺到天亮嗎 沒辦法 而且旁邊如果有人的話 哦 你說你自己是沒辦法一起交纏睡覺的嗎 就是可能 你也很怕會打擾到對方 是不是 對而且我們在意別人 然後我們打呼聲會很吵到別人 我懂 因為我以前也是會這樣 可是你就是要碰到一個睡覺跟死掉一樣的對象 你就會解決這個問題 哈哈 你說他一睡就是沒辦法 就是你對 對因為問這個問題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說 如果你跟另外一個也很易醒的對象一起睡覺的話 如果你是很擔心打擾到對方的人 那你就會真的相處起來很困擾 對方他也會覺得很困擾 可是因為你知道就是 只要碰到那種睡覺跟死掉一樣的對象 你就會發現你再怎麼動 他就 然後睡得很安心 像迪克或是我們 你的這個問題就會被解決了 哦 他有一次睡到天亮之後 都不知道他帶人家回來打 哈哈 有死成這樣子 有睡死 他都打完泡了 結束了 他們是會有那種 你知道我拿那個鐵碗跟鐵湯死掉地上 空空空空空 然後他們兩個還想在那邊睡著 那種同一個空間嗎 沒錯 就那種學生宿舍很小那種 他打泡完了我們都還沒醒來 哈哈 打泡完了洗杯子跟那個鐵湯鐵碗 快摔到地上 有這麼悲得 他們都不要醒來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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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都還沒醒來哦 所以就是要找到這種 睡覺跟死掉一樣的對象 那怎樣才會起的 就是我們自己起來 對啊 天吶好 所以想問一下請問你覺得 他們的答案誰 比較符合你心中的需求 其实他们两个回答就一模一样 其实跟我差不多 因为我大概前五分钟交缠 后面我就会分开了 没有啊 Oden是要黏一起的 他是倾向一直黏一起 他是一直黏一起 你真的要分开那我们的理解 他是用理解但不开心 但如果能开心的状况就是要交缠 水乳交融 而且Oden是希望他是未来有机会同居 然后Linan是还要看状况 你可能不始于同居这块 Oden就是一个是同居 但是水乳交融 一个是不用同居但可以客制化 要舒服的水 Which one you like? 有没有你可我找出这个差别了 女生人会找key point 我会比较倾向一样分开住 然后舒服水 舒服水 那就是Linan啊 第三题是什么呢 Hank 第三个问题有点害羞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啊 你写的啊 是吗 是你写的啊 就是 Andy帮你提的收主意 是我问的吗 是你跟他说我觉得这个很好 然后Tank就说对对对对对 比较关于性事方面的啦 就是被吹还是帮吹 你喜欢哪一个 我喜欢互相 因为你知道 你不能打互相 就如果今天只能挑一个 你选哪一个 对 今天就是帮对方狂吃一小时 跟对方帮你狂吃一小时 对 你只能选一个 你不能选互相 选互相这题就没啦 对啊 谁不要互相啊 对啊谁不要互相 有互相这个选项 不选互相的也太悲难了吧 两位准备好了吗 好 三二一 Go 啊终于相反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快乐 好 好快乐 我们先听Nilan的答案 就是我觉得 因为被吹蛮舒服的啊 对啊 所以 你不一定要帮对方吹 对 帮吹比较像是 我都这么舒服了 我们还是要互相帮忙一下 对对对 不能只有我舒服 大家都会导向互相这个答案 但是你在帮吹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心里有服务到的快乐就对了 所以你有可能吹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在享受等一下晚餐要吃什么 就如果对方看起来没有那么enjoy的话 会觉得很枉然啊 好很枉然 好枉然啊 我都已经跪下来帮你吹了 对对对对 那如果对方好开心的话会对 或者是他有一些语言上回馈 因为我吃语言嘛 那语言上回馈好像不错的话 那我可能觉得更更起劲 请问一下什么样语言上回馈 会让你觉得说我吹得更起劲 譬如说他说很爽啊 很开心啊 嘴巴好厉害哦 狗狗好棒哦 这样子里有些描述 狗狗好棒没有没有到这么狗 没有 好快乐哦 Oden呢你是喜欢帮吹是不是 我喜欢玩弄 哦 帮吹不一定是代表是屈服那个啊 它可以是掌控权 把它绑在椅子上 龟头走 哦好辣啊 Spicy girl Oh my god 流满地 所以你是享受看他表情 然后看他在你的很厉害的嘴上 功夫上 玩弄于鼓掌之间 是这样的感觉 对因为就是他会是全身的都可以 一览无遗 对对对 或是碰的 先弄一下他龟头 然后再弄一下他屁眼 然后插进去 再吹他屌的 不用太详细 太详细了 那你喜欢哪一个 他们是不同风格的性格 对啊 是不是听了之后又觉得都都蛮不错的 还是我说是 哎 还是 你是要试完才能选是不是 请问一下 你要不要最后 问他们 都跟你在一起 八年不谈恋爱 我一次交往两个人 如果 如果最后有这个走向的话 请三位务必再来录一集 哈哈 对 三人日常 二号 好听耶 我觉得你们三个真的很适合在一起 好 但你终究其他只能选一个 请问你要选谁 你喜欢谁谁的 谁的答案 你喜欢Oden 你喜欢Oden的 为什么 你喜欢被调教 对 你想要当主人的小狗狗 剑 小母猪 神剑 下一题 谢谢 第四题 我们终于回到比较震惊的题目了 你也知道啊 还不是你想的 来请说 再来就是 我非常喜欢看电影 然后想问你们对于看电影的想法 就是对于漫威英雄片或是文艺片 你们会比较偏向哪一部片 在周末宝贵的时间 假设你只能选一片的话 请问您是哪一片 对 会跟我去电影院看电影这样子 我是推特片 哈哈 你不值得约会 哈哈哈哈 刚刚我们的摄影师点头耶 哈哈哈哈 他点头就说嗯 一样这么不入的 哈哈哈哈 要看哪一部推特片 哎 好 一二三 漫威 我不看漫威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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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来到了 剧烈的分歧 我们先听 Oden的答案完 你虽然你不爱文艺片 是不是 我本身是 爱文艺片 但是因为我后来发现 喜欢文艺片的比例太少 所以如果你约会去看文艺片 就太逼人了 哦 所以一定会知道结果就是 不管就是他睡着 或是我会睡 你最近一次看的好看的电影是什么 最近一次吗 是漫威或文艺片都可以 很久没看电影了 那你都看什么 黑白大厨 没有应该都是看 那个Netflix比较多 哦 影集或什么大雄餐厅之类的 对对对 地面诗 最近我脑海中真的没有想到哪一部 所以所以其实你是能接受文艺片的 我其实是可以接受文艺片的 什么音站之类的 但是我后来觉得 跟另外一半约会 看这个太逼人了 而且有时候 现在我们下班真的很累了 周末其实搞不好也没睡饱 嗯 所以你就有可能 那一个小时时间就是 你都在睡 那么问一个 比较需要明确知道你的喜好的 那如果是你的话 就是你只能选一片 你自己个人倾向看漫威片 还是看文艺片 我个人吗 对 如果《猛毒2》跟 《小艳雨无碍力》 我还是会选漫威 因为我后来发现文艺片 就是一个用电脑就可以看的东西 不需要去电影院去看 你这体会被电影人打 你会被电影人打 但是他没有看到版 而我就是 他只是等下打 电影人 但我能理解你在说什么 OK 好我们来听一下 不看漫威的朋友 你的Nelan 为什么不看漫威 我就不在这个宇宙里面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 后来越辣越多之后 他好像很多都有前后观念干嘛 所以就是漫威我就几乎都不看 那 英雄片 就是不是漫威的 《变形金刚》 我看到第二集之后后面就没看 所以你不在这种就是好莱坞商业 商业片我看 动作大片 但是漫威就漫威我不看 那你最近一次看的好看的商业片是什么 商业片吗 我最近看了快乐小丑 那算商业片吗 算邪点 好新哦 因为他很常接受车库娱乐的邀约 没有 那个不是车库那是我支配 或是Catch Play 对对对 那很新耶 那好像还行啦 因为我以为他的类型 你只是说他不看类似这种商业的打斗的 我下一包去看那个什么红色 红色1号 那我们请Nelan推荐一部片给我们的Hank 好不好 那应该要看喜好 你看恐怖片 《惊悚恐怖》 我最喜欢的惊悚片是毒药 钥匙的药 是在院线片的吗 很久以前了 我国中之后的电影 但它一直是景点 我心中的推荐的第一名 所以如果要推荐给人家的话 我会推荐 那近期呢 然后讲原因 近期哦 我近期看那个 我忘记片名了 狗狗与机器人 就是有一部 《再见机器人》 《再见机器人》 就是这一两年 号称最两部好看的机器人 一个就是《再见机器人》 一个就是《黄野机器人》 非常好看 对你来讲 好看我觉得它的 第一个画风很可爱 然后很舒服 就是你可以无脑的就是看这个画面 然后跟着故事走 对所以第一个不用动脑 再来就是看完之后 有蛮多可以投射的细节 对对对对 所以有一些自己的生活经验啊 不管是对情人或家人或是朋友 我觉得有蛮多东西 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 对那从电影面看到自己 我觉得是蛮浪漫的事情 嗯 你很会讲 黑客你要不要再问一提 很会讲话 因为他们刚喜欢选项的时候 我以为你已经会选择某一个人了 可是现在是不是听完之后 你又很难选 对啊好烦 你再问一提啊 比你看电影真的看了很多 我真的很爱看电影 所以你再挑一个 你再问一提 关于电影或是影视作品的细节 你再挑出一个 就我想问说 如果你不看漫威 那如果对方要求要你一起看漫威 那你OK吗 但如果我看过这部 我真的不喜欢的话 我会跟他说 要不然我帮你找朋友啊 就我朋友会喜欢漫威啊 哦我懂 对对对 有没有哪一部片 你们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因为刚刚Ninan说漫威嘛 那Oder有没有哪一种电影 你完全真的没办法的 就有的人是完全不看恐怖片 有的人是完全不看文艺片 动画电影 动画电影 对有的人完全不看动画 柯南类的 柯南类的 你不看柯南吗 就是原因很简单 就一样是在家也可以看的 哦 你不能接受在家可以看的 还要跑去戏院看 我会觉得比较可惜 哦 OK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答案是很明确的 如果在Oder的电影下 应该有很多电影 都不需要去电影 所以请问一下我们的Hank 你准备好了吗 你想要选谁的答案 我选Ninan吧 Ninan下是两分 然后我们的Oder一分 为什么选Ninan 因为我其实我文艺片跟动画片 其实我都会到电影院看 就是听到大家说 欸不错 口碑这样子 对所以我 我会问就是问说 你会愿意为对方可能去看哪部电影啊 这样 现在2比1了 其实还有三题 所以战况是偏胶着 我们来听一下我们Hank的下一题 对于就是另一半啊 就是完全诚实还是白色谎言 就是善意的谎言 对你能接受善意的谎言吗 还是你必须要完全诚实 你是希望有某种程度上 那如果说避免吵架 或是关系的和谐 撒一点无伤大雅的小谎 是OK 还是你觉得说 即使讲出来会很伤人 但是我们就要做到完全的透明 我也很好奇摄影师的答案 因为摄影师也是未来的殷勤嘉宾 但我们之后再让他知道是谁 那迪克你会选哪一个 我就是会选白色谎言 因为我就不想要经历任何的吵架 我觉得就是Let it go 我觉得你人生整个就是白色的谎言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说或许也是这种好 不说跟讲不一样是两件事情啊 对 但是你是选择不说嘛 我是选择不说 但是要说你是能接受讲不一样的吗 我当然就是不说 那你就是完全诚实啊 哦那也是耶 对啊 因为我完全诚实好像又有分不说跟说 对因为说不说就是到其次 但是有说假的或是说不服的 这个就是白色谎言 那我觉得我的定义比较像完全诚实 你们自己要记得我们刚刚的讨论 因为我这样就完全诚实 对对对对 不说与不说不是这一题的范围 是你可不可以说一个小小事与愿违的事情 比如说在姓氏方面 或是说他可能送了你一个礼物之类的 可是 但我还是其实还是白色谎言 有人问我说你还拍推特片吗 我就说我不拍啦 那不一样 我就说在一起之后 在一起之后 我还是会说不拍啦 但我还是拍啊 哈哈哈 你不值得一个好点啊 哈哈哈 哈哈哈 来了请公布 来我们先听Oden的答案 他说善意的谎言 嗯 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觉得我的个性是如果我问你 我会希望你一定要有答案 嗯 那如果每件事都 要有答案的话 对那我就会觉得善意的谎言是一个比较 嗯 可以长久的做法 可是如果你不小心发现他说谎你怎么办 看事情大小吧 那我觉得应该还是 他当时会包装这个一定是 以我为出发点 让我尽可能不要难过或生气 嗯 那可以有这个理解 但是事情就是轻重缓急 还是要看才决定说 需不需要再往下挖 哦了解了解 那请问哪些时候会需要到善意的谎言 有没有一些sample 就我刚讲的啊 如果生日礼物你收到了一个东西 但是你觉得差强人意 哦 或是说 他说baby你是不是喜欢 然后他超开心的之类的 对啊 或是性爱上可能 哦你说爽不爽 对 今天舒服嘛之类的 嗯 但其实你还好 不可能每一次都是完美的sex 所以一定是有几次 嗯 那因为我个人对于性件事还蛮在意的 所以会想知道说有还没被满足 请问下你在意的点是什么 除了满足以外还有什么点 确保我的身体对他还有吸引力吧 哦 我懂我懂 那个性吸引力的追求这件事情很重要 嗯 I understand you yes ok 好 那再来我们换我们的你呢 我是透露部分真实 因为我不太擅长说谎 哦 在性人的人面前 所以他就是完全诚实 但是 不说而已 对不说 你跟我很像对不对 对 要说就是完全诚实 比如说你刚刚讲话送了一个烂礼物 就是说这个礼物可能真的很烂 我就不会说他很好 但是说哇你好有心哦 这没有说谎 我懂我懂 我懂我懂 我写的好不好 这边小人写的好不好 我就说很有你的风格 是一个很棒的尝试 哇 这一看就是你写的 真是很有你的风格 nice try 这个感觉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哦 所以你其实你个人也是不太能接受 就是说谎这件事情吗 如果真的能发现的话 我觉得他的问题是主要他过不了自己那一关 他不是怕对方发现 他是过不了自己那一关 那如果对方跟你说谎 你能接受吗 我会开始全部动摇他说过的东西 我就想说这种小事 你都要说谎 那我是不是要重新检合过 你之前讲的东西是不是真的 有曾经这样过吗 呃 那后来没有答案 就是我后来发现 有件小事情骗我之后 然后我就会开始 就是疑神疑鬼 哦 信任瓦解 对啊 我觉得那东西蛮珍贵的 信任这件事情 你最生气的一次小谎是什么 最生气的是小谎 因为小谎你才会心里想说 蛤 连这东西你都要跟我说谎 欸有一个 因为某一任他跟我相处的时候 身材没有到顶好 但他拿了一张就是 身材蛮好 专面说这是他的 哦 了解 但我就至今不确定那是不是他 对啊 那我已经忘记他后来讲了什么小谎 那我后来就想说 哇这哥不会也是假 嗯 就我还可以信任些什么 哦我懂我懂 对对对对 因为我非常的疑神疑鬼 啊 嗯 好像有感觉到欸 就是天兮做完的关系 还是怎么样 就是非常的疑神疑鬼 然后 可是完全诚实 但是又不具备说话技巧 就是如果你送一个东西 我就真的没有很喜欢 对他知道 我说哇 我很开心 然后之后可以用在哪里 可能会说啊 这我没有很喜欢欸 欸这不行欸 对啊那你要哪一个 但我还是比较欣向语言的包装欸 因为至少我当下听得很开心 就是 没有啊最开心的是善意的谎言 他有说就是 可是因为你只要一次发现 他的这个包装被试破之后 就不奏效了欸 你要想想看你们在一起五年之后 他每次都说你送的东西 很有你的风格 不是靠腰每年都一样 哈哈哈哈 没有 靠腰我送的当然有我的风格啊 不然我送的还有很迪克的风格 这好像有分阶段对不对 因为一开始好像 这个阶段可以 但是到如果交往 呃三四年四五年之后 就是因为你在一起之后 你就会知道说 他没有真的称赞过 这种不说谎的包装 在前面约会的时候是 是有用 可是在一起之后 其实你都听得出来 对就会感觉的出来 对对对啊 嗯比如说baby 你刚刚有爽吗 你就说他可能就会 顾佐伟而言他 一直不说什么 就是爽不爽 我棒不棒 然后他可能还顾佐伟而言他 但他可能就第一时间就跟你说 我真的觉得你很棒 给予情绪价值 那你要哪一个 就是欧的感觉 会比较容易给你情绪价值 对啊 他就觉得不棒 然后他就说 可是你很卖力啊 我说棒不棒 欸但我觉得 你也很可爱啊 棒不棒 但是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听起来 是不是会生气 对啊 对不对 他第一时间就棒了 棒到不行 就是我要你这个答案 但我不是要别的答案 对啊 他就觉得说我真的不棒 可是他就找起他 不要再控制Hank了 但是 但是我要描述这个清楚的情境 讲的非常有道理 是不是 是不是 请问你怎么选 然后你可能就要跟他摸一下 就说啊就真的不棒嘛 你看 你硬要问 我就是不会说话 那我们让助人工作的 另一来老师 请你来回应一下安迪这题 我要陪你反嘛 应该说当下 那个情境之下 如果直接说实话的话 就太解了 对但是 如果他是一个困扰的点的话 那势必得要找一个时间点跟他谈一谈 比如说他可能每次花一堆钱 买的是我不要的东西 那很浪费啊 所以他就直接事后结束说 宝贝 不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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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画艺术吧 我们可以把钱花在更值的地方 你知道艺术有时候是会 无法当下奏效的 请调整 不棒 有时候总是会有失效一点 对 真的 所以你喜欢哪一个风格 因为 这边是讲不棒解决方法 那边是说 ok 棒 我每次都会被他那个 因为我 因为我真的有碰过这种人 因为我自己就是这种人 我自己就是这种人 我自己就是这种GY人 哈哈 来请选择 那我会选择 哈哈哈哈 哈哈 反话 但其实善意的谎言后 哈哈 要开始 开始把它搬过来 好呗 那我觉得 事情想要帮那个 你一人说话 就是我就说话一处 其实某种程度也是 善意的 某种程度 对 可是我觉得就像不说 就像我们考虑到 不想要把东西 说得很清清楚楚 他可能会感觉到 我好像没有很喜欢 那我们就会 有个默契知道说 好那我们是不是要 换个其他方式 或许未来找到解决方法 但当下的状态 不希望让这个事情 变成是一个不好的回忆 对 因为我个人的话 是我只要相处在一起之后 我如果真的很喜欢对方 我的喜好是非常的低的 对 所以我就是没有那种什么 过不了我心里那一关的问题 就他做什么都觉得 棒透了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标准就是 还是在那 我就是鸡巴人 我也是鸡巴人那种 但跟他完全相反 那种鸡巴人 我是真的有谈恋爱的时候 是变得非常好搞的人 但是我没有谈恋爱的时候 是非常机车的 我谈恋爱是机车的人 有点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你跟Nino 也很适合在一起 这样 Ending 今天要逃材的是 可爱主人 好的第六题是填空题咯 我们请Hank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就是因为我平常 不知道你们知道 就是我周末的时候 会在就是酒吧工作 纯粹是打发时间 因为平常在家太无聊了 反正周末都要去跟朋友喝酒 那我直接去酒吧里面 等朋友来 你喝免费的酒 还有钱赚 对重点是我上班也不喝酒啦 对 那我就是纯粹想要 比较多人的地方这样子 我想说 问你们单身的你 现在周末晚上都跟朋友去哪 嗯 现在是星期五晚上 他啪啪啪 好爽喔 好 我们 我们先听英文的好不好 感觉比较简单一点 2FEP是什么 对啊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Final跟Fairy 还有Puncher 哦 2FEP 好简短的问答 因为你喜欢电音对不对 你喜欢Techno 你什么时候接触到电音的啊 五六年前就一直有 只是后来 我前任住信义安和 哦 然后 Puncher刚开幕的时候 这在所难免 就蛮常去的 那当然他不爱去 就是可能就是 我去或是陪朋友一起去 那请问你去 他不去 有造成你们情感中的嫌隙吗 有到嫌隙吗 一开始会有点小失望 但是我后来可以理解 因为毕竟他就大我11岁 然后逼他去那么吵的地方 其实他也没有那么爱 听都没有 他会跳舞但是 只有 呃 名歌 像是 Formosa那种大趴 哦 Formosa 你叫Formosa 你在那边名歌 Gayhouse那种 对 Gayhouse那种 对 名歌 对啊 Lila你的答案是什么 看一下 蠻杂的 夜店酒吧电影吃 夜店是哪里 所以你是会跑夜店人 我会 你夜店是跑哪里 我之前在AB这个状态之前 最常去AB 哦你是高贵姬 我不是高贵姬 我不是高贵姬 我 你这个不行 啊 贴标签他不开心 哈哈 没有我都会一个人去 我喜欢一个人去AB 那个时候 去狩猎 没有就是认识新朋友 你的答案跟我答有什么差别 狩猎跟高贵姬不一样吧 所以你只去AB吗 不可能吧 AB 然后后来喜欢Gistar 哦哇 对对对对 我后来喜欢有意思的魅俗 因为Gistar哥真的好魅俗 我好喜欢 哦 什么Apata 对对对之类的 哈哈哈 我给你 迪克今天一直很像是那个阿姨 跟一直要应聊年轻人的东西 没有 你胖笑就这样 哦 Braso高贵姬哦 哦 Fairy你有沒有看到他 然后就起直自己了 你感觉我们中间一条线 我们现在把组里带过 你那个很怂的味道一直跑出来 你只要唱只是我唱不好而已 没关系 那我这半年啦 我知道默友太严重了 所以我暂时没有喝酒 哦 对对对对对对 那之前可能朋友可能约的话 去一些特别的BA 台北蛮多特色酒吧的 但我常常会忘记名字 新艺区那边好像有一家是 你要密码还是干嘛 才可以把它打开的 巷子面有几家也是 好像是要假装拨电话是干嘛 我懂我懂 或大安区有一家什么请酒吧 就是有主題型 吃那個威靈頓牛排那個 你之前有去吃過那個 那個藍嗎 不是啦 就在地下室 然後他也還要轉的 那個打開來的 好像滿多的 那個我知道那一間 你感覺應該要去跟他一起見見世面 還是我 是你要見見世面好不好 是你要見見世面 來電影 大家就是剛剛知道了嘛 對 很常常都業配的 對對對 那我們來看電影 那吃咧 吃的話 對 但也是最近未知到逆流 但我很喜歡吃火鍋 所以有時候會去找朋友去吃火鍋 或是我發現哪一家好吃 抓人家一起來 你覺得台北最強前三是哪三家 我私心 好我不能講 因為我講的大家都會去 會不會再看得起你自己 不是 應該是說他沒有那麼多人知道 我每次去都不用定位 來你說 你說就像這個小孩子推一間M1咖啡廳之後 自己就定不到了 你講一下嘛 你當然講一個就好 大家有多厲害 我聽聽看 在那個反正西門尾巴 他叫喜多鍋 超喜歡他 我真的沒吃過 他是吃什麼的 他是吃火鍋 然後旁邊隔壁是燒肉 叫喜多肉 對 然後我推的是喜多鍋 他的海鮮非常厲害 蛤蜊非常新鮮 天啊 那還有別的嗎 還有別的嘛 他就說講一個就好了沒有 他就說不曉得很多 愛你會發現啊 沒問題 那你喜歡誰的答案 一個是2FEP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我剛剛聽說你去 阿不知道之前是一個人嘛 那你去那個 這些地方也是一個人去嗎 還是有夠約朋友去啊 我有辦法一個人去 所以你們都有辦法 什麼辦法 怎樣前行嗎 就是說有些人很討厭會 要成群結隊 但是像我去柏林 也都是一個人 進出那些場所 對我有辦法 你可以一個人跳舞這樣子 對 那就是完全聽音樂的一個狀態 了解 我先講 因為我去過Puncher 然後最近有去FORMOSA 然後發現那個兩邊音樂真的差好多 然後 偶爾發現我們沒有愛那個 那個耳朵會炸掉那種 會流血那種 我還是喜歡聽那種Gate House 可是也是那種 混過的那種版 嗯 了解了解 目前他們的答案是3比2 也就是說 我們的Neelan拿了3分 Oden拿了2分 來到最後一題囉 最後一題哦 這個快問快答最後一題 請Hank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吧 我這又扯到一點 就是關於性的方面 好 如果今天有點想要玩一點 不一樣的就是SES 你會建議加什麼樣的情趣 或是你的拿手絕活是什麼 對我覺得 他今天又在那邊 叽叽歪歪很EMO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把它怎樣弄得不要不要的 對 因為我覺得情趣其實是浪漫的事情 你要怎麼樣讓你的生活 讓你們固定的性裡面 加入一點不一樣的spice 或者是你們之前對 另一半有過什麼 不一樣的情趣什麼之類的 我非常好奇 因為畢竟 我現在很久沒有 還沒有激烈的性愛 性與愛沒有融合在一起 也不是就是沒有那種情趣感 可能現在因為單身 今天就為了打砲的打砲 然後沒有一點其他的火花之類的 我很好奇 有沒有大峽谷上面做愛之類的 那三小 大峽谷不是是奶的意思嗎 沒有 我說是美國大峽谷 Littery大峽谷之類的 好遙遠 好遙遠 我不曉得 好我們來看歐等的答案好不好 假屌是什麼 就是創造3P的感覺 哦 好色哦 好色 哈哈哈哈 你真的很會玩耶 你贏了你贏了 而且他都有著很平時的 講出這些話就是已經 你知道 我不是腦袋裡面想出這個例子 就是我已經玩到很日常了 所以這個屌是要放進哪裡 是嘴巴嗎 還是要放在什麼位置 可以有兩種玩法 一種就是雙龍 一種就是3P 因為其實夾雕它不是真的是硬的 它是有點軟的 哦我懂我懂我懂 所以你有實際try過塞的進去 你說3P是指說就是 某一個人變得很像 三明治的中間的一個是不是 沒有或是說 他嘴巴塞根之類的 對 他屁股 他屁股塞夾雕 然後吹你的吊之類的 對對對 那種小劍狗之類的 然後拍他的臉 然後如果是雙龍的話 就是他先塞進去 然後你再塞進去這樣 對 嗯 哦 很會玩耶 他講的就是很輕鬆 然後覺得 輕描淡寫 細微長 沒錯沒錯 好了那我們要看我們尼人囉 我直接認輸耶 我輕作小菜啊 他說白襪緊身 白襪是你平常的fantasy是不是 對對對 我自己愛穿 緊身 躲緊身 怎樣緊身 就是蜘蛛人那種 也可以 哦就是一種落難的超級英雄 對也可以 然後被邪惡教授給贏完 然後屁股在那邊一個洞 因為你遊行 你不就是穿蜘蛛人嗎 對對對 我有 所以你蜘蛛人後有去解放嗎 沒有沒有 後來就太熱了 把他收起來 對那就是其他運動之類的景色也蠻好的啊 譬如說單車衣啊 然後是棒球裝啊 哦車衣我懂我懂 你喜歡那種束縛感 算角色扮演嗎 也可以也可以 就是包含但不限於 因為他先穿緊身帶有時候 他拆開來的感覺 嗯 拆開禮物一層一層的 對而且他們如果穿白色車衣的話 他的屌包會很大包在那邊 對他灑到水的話就會有點痕跡 嗯 騎片情節 對那這個是穿著類的有沒有那種互動或是什麼情節類的 我是覺得就是最大心機關是腦袋嘛 所以看到什麼東西 我自己啊我自己是看到會興奮 對所以頂多就是加上材質上面的觸方 哦了解了解 好那你要選哪一個 因為這兩個我都其實都沒有試過 那你這樣聽起來 剛剛哪個最符合你剛剛講的 聽起來今天還不一樣 你很有被撩到的感覺 呃 你了嗎 你不想要當個三匹小青蛙嗎 要是我就選Oden了 你不要站那邊哦 不是是因為我對於 你想說你不要夾掉 你給我真的約第三個人來 我比較喜歡真的啦 哦 加掉我還好 那現在明顯Linan是四分 Oden是兩分 可是這個答案呢 這個分數呢 並沒有辦法代表什麼 它就是Let it go 你現在還是要做出你自己的判斷 就是整個這樣子聽下來之後 對於這整個快問快答 還有你個人 還有就是你看到他們本人之後 以及散發的神情 因為回答的分數是分數嘛 但是有更多的是這種聊天的語氣啊 互動啊 以及了解啦 你更了解他在想什麼 以及他們的生活習慣 所以接下來呢就變成是你要再做 你要再做第二次的選擇 你知道我們在跟你講話嗎 我知道啊 哦好 你們說你都沒有跟我反應 接下來會聊到更多情感價值觀 還有他們自己的生命經驗 以及他的情感經歷 所以現在的選擇有點像是 讓你去更認識到他到底在想什麼 還有他到底經歷過什麼 所以你可能會了解他更多 進而更喜歡他 或是了解到更多發現 欸我好像不適合他 來你現在想要選擇誰呢 你決定好了嗎 要給你五秒鐘選嗎 好 五 四 三 二 一 第二階段 我們的可愛主人 Hank 他選擇的會是 嗯 咳咳 咳咳 哈哈哈哈 請問一下我上個來賓有選這麼久嗎 也蠻久但你特別啰嗦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而且十橫是三個人在選 他都沒你久了 哈哈哈哈 哦真的哦 呃我會選 嗯 那我我我我先選 歐 我先選你也很好了 好 對 為什麼 因為我對於 你剛剛現在喊出歐囉 你知道嗎你游了很久耶 我真的游了很久 因為我對於就是 言語的包裝 有點像是 有點像稱讚 然後有點像是 為對方講很多好話 什麼之類的 我想對這塊還蠻有興趣的 你想了解他更多生活上的細節 他在他經歷什麼這樣子 對 那歐的沒關係 待會你聽完所有題目後 你可以挑一題問題來回答 來去讓我們的主人更了解你 第三階段的話 會是他跟 那個尼忍那邊比較多的聊天 但是你這邊會有一些事實後 可以 可以查入聊天的 會有個插嘴卡 對 但是Hank要告訴你 這是最後一階段 等一下選就會是真的選 好 最後一個選這樣子 好嘞 每一段新的關係開始前 終究得要談到過往的成長 好的壞的都已經被吸收 變成專屬於你的 就讓我們一起坦誠相見 聊聊你的過去 未來跟現在 我們現在要坦誠相見了 被挑中的殷勤嘉賓跟可愛主人 將會進行深度對談 了解更多對方的想法 所以我們現在先問比較簡單的第一題好了 就是說我可以描述非常多 但就是不寫我們在交往 但因為這有很多程度上的區別嘛 也就是說你到底要怎麼樣經營 對對對 或是有人是貼文不要出現 但我線動可以一直出現 在兩位都是有破1萬的KOL的情況下 KOC 來我們先聽一下你人的答案好不好 因為我工作上的關係 我沒有公開出櫃 所以我比較難去直接在上面直接放閃 但是我會有一個習慣 是如果我們交往的話 我會在自由裡面 然後明確讓大家知道說我現在是有對象的 那你的自由男友可以看嗎 可以啊可以啊他當然在裡面啊 對 這很重要吧黑客是不是 什麼是很重要 我會很會問問題 對啊 因為他說有的時候說不定到時候 放一些什麼自己在那邊露屁股露內褲 然後自由裡面沒有我這樣子 之類的啊 對 因為這種情況最常會碰到的狀況就是說 你可能放了自由 但那個自由都是我身邊跟你共同的親朋好友 但是因為又不會有翻查手機的習慣 說不定你就會對於那些陌生的網友 洋裝自己是單身然後開始在那邊挑情 我總是會有這種擔心吧 如果對於所有公開的平台都這樣的話 主要是因為我想問 就是因為你的IG比較多 不是圈內的人會知道的關係嗎 因為我是學校老師 對然後會有家長看我的IG 然後老師你最近去利島玩 我說對啊你怎麼知道 他說要看我的IG 所以你沒有一些比較私帳 或是主要的帳號就沒有分 對主要是我會把我的IG分 一般大家看的到跟自由 然後自由就真的是見過面的 或是好朋友 或是他長得很好看的人 這一類這一類 很好看的人 然後就會發一些很私密的照片 調逗他 所以這個自由也是偏危險 可是如果今天 你真的很想發一些自己想發的東西 可是不想讓男友知道的話 什麼東西會男友不想要知道啊 我不確定啊 迪克啊迪克如果你約會 但是你有什麼東西 是不想讓男友或另外一半知道 就可能我想要抱怨男友的時候 對 那如果這時候我要發自由 可是他又會看到 然後我解除他自由 他又覺得說你怎麼突然解除我自由 那你就在Straight上 解除自然自己也會不知道 可是你就突然想說怎麼突然都看不到他的線動 因為我可能一整天都沒在發現 那你就是要改掉抱怨男友的習慣 我之前有一次是在AB的時候遇到 反正我那時候跟我男朋友一起去 然後在AB遇到他的前任 還是前抱有不確定 然後他有點親蒙打猴過來 在踩我的線 然後我就太不爽了 有一種我就被冒犯的感覺 然後那個氣包奈趣 但我不是在針對我男朋友 但就是這個情境讓我不舒服 所以我後來在自由上面就發洩了一下 然後這個時候我男友跟我反應說 我這樣子寫會讓他難做人 然後我才意識到說 對有可能 對 所以這樣子之後可能就會避免 但我還是有這個想要找人書法需求 可能就是實體找人來抱 那你有曾經對象跟你抱怨過說 就是不夠坎承或是公開我們的情感關係嗎 其實還好耶 我是道遠都沒有那麼積極想要追求這件事情 那如果他在他自己的版面上發你們的合照 你是OK的嗎 他要tag你 我主要擔心的事情是 別人看到我的畫面 然後會發現我是同志這件事 是我在意的這件事 所以如果這件事tag我 然後我這邊沒有轉發 那我OK啊 就他朋友不看到我OK啊 哦了解了解了解 可是那你會介意沒有被轉發嗎 Hank 我還好 我發我開心 這我也能接受 如果對方有工作上的需求 或是家族的需求 而無法發這種合照 或是透露同志身份 然後但是如果我在我這邊 就大發特發一些什麼reels啊 或是一些合照出去玩之類的 如果他不介意我就一直發一直發 OKOK 那請問您想要怎麼樣經營您的情感關係呢 Hank 我的話我也傾向於限動一直發耶 嗯 你想限動就是 貼文不發 然後限動一直發 為什麼貼文你不會想發 因為我覺得 因為限動會過去 貼文會流向 可是貼文你可以點長啊 因為我 我不知道我可能看過太多人的案例 就是 你不要看那些不好的案例 相信愛情 就是很多就是在一起的那個一直po合照 那結果很快然後就結束關係 然後就被笑 然後你就是因為你是笑很大聲的那一個 哈哈哈哈 所以你現在很怕自己po合照被人家笑 人云亦云 對很容易被別人討論 因為你就是討論那一個嘛 哈哈哈 你知道最近那個他們都不po了耶 好怪喔 而且都移除掉標籤了 不要把我平常是這樣的事情講出來 就是對我 是你很賤 你直接拆他台耶 我想說這件事情就OK 因為其實沒有那麼多人擔心這件事情 有的人就是過自己的生活 可是因為有時候擔心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自己曾經當過那個睡嘴的人 對我是很怕被別人討論 所以我傾向去限動一直發 那貼文我覺得偶爾沒查 但是我也不會強迫對方一定要 我們合照一定要放對方的 就是貼文裡面 嗯 隨意我覺得隨意 但是我會在意一點就是不能被標記 或是不能被錄到限動 因為有些人就是真的在外面就營造單身的感覺 我面對這種就是能理解 但是我應該會很初期的時候就不在一起 對 因為我覺得真麻煩 我跟你說 你剛剛提到一個我覺得很喜歡的是 你提到家人這件事情 關於說 因為你可能有一些家人還會看你的IG 所以你不能完全出櫃或怎麼樣的 可是我感覺就是Nelan他的家裡 好像跟你的性向是理解的 所以目前和家裡的出櫃情況是好的嗎還是 因為我是在一個家族裡面長大 就是我跟我爸媽 然後爸媽是跟他的家族關係很緊密的 對那目前就是我爸媽他們知道 對那接不接收是另外一回事 我也沒有那麼在意 對那其他家族的成員 就我們這一輩的 就陸陸續續他們都會知道 對然後體驗都還不錯 就是他們也沒有因此而幹嘛 所以你有帶男友回去家裡過 家裡沒有帶回來 但他們會知道我現在有一個對象 哦 然後他們會自己用他們自己的方式解讀 就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兄弟 他們有自己的自己的說法 那好像沒關係 你心照不學你不想承認 但你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我覺得蠻好的 對啊 所以你會想要獲得家裡的祝福嗎 如果說今天跟你的另一半 就是進到一個長久關係的話 我覺得這不可求耶 會希望 對但我會覺得我能做的事情只有 讓他們知道我現在過得很好 對那他們能不能接受 我覺得這完全看緣分跟他們的造化 嗯欸我想bonus一提耶 那你們是會想結婚的嗎 就有的人是完全不結婚 有的是可結可不結 有的是我一定要結婚 會想結婚然後目的是為了讓大家知道 欸同事也可以結婚 然後我們也可以過得很好 對但是沒有要被婚姻這個秘密綁住他 你如果有碰到一個心儀的對象 長久的狀況而言 你是會想結婚的 對然後會想要一個鋪張的婚禮 鋪張哦 可是你這樣的話代表 當你鋪張完要公開在社群平台上 讓大家知道說你的目標啊 你的目標是讓大家知道說 那時候再說嘛 婚禮是幸福的 所以大家可以解開這些污名 那你最後還是得公開 或把所有人都加自由出去 就是鋪張的婚禮跟在社群上公開這兩件事情嗎 我覺得他會是一個儀式感 會要爸媽嗎 會要爸媽會 但會不會來就是看緣分啊 那會要 你怎麼跟家裡人溝通這件事情啊 因為感覺你們經歷了一些抗戰 跟經歷了一些對話 然後才得出現在的互相安好的這個結論 對我覺得沒有辦法對話 那應該是說 當時他們發現我是gaze 這是個意外我沒有讓他們發現 但他們就是發現了之後 他們花了蠻多時間在調適 我後來知道他就是三不五十會打斷他 給我其他的親戚 我的表哥表姐 然後爆哭這樣子 對然後我其他人有出一些理 我幫忙了一下 主要就是我媽三不五十還是會提一下 然後我爸就是一個 反正就先這樣了不要煩 對對對 所以等於像是慢慢的溫水煮青蛙吧 直到後來也發現 好像這樣也沒有不行 亞洲家長就很喜歡就是指導別人跟講反話 所以我之前就會故意跟他講說 我跟我男朋友最近吵架 他很糟糕幹嘛的 我媽覺得說沒有他其實也對你蠻好的 他會這樣嗎 他會再顛倒回來 那我跟他講說這人多好 所以他就說我覺得你還是要找一個女生 哦 了解 因為他知道你在難過 他覺得說這時候再講一個難過的東西 會讓你覺得不舒服 之類對 又或者是他純粹想要跟我唱反調 也不一定啊 不然就是讓我覺得就是慢慢的 他也習慣我會提到這個人 因為Hank之前也經歷到了家裡的家裡的一些事情嘛 你說出櫃等等的 你自己目前在抗爭上或是在溝通上有困難嗎 或是想要跟另一人詢問的 因為我現在就是還非常抗爭還非常嚴重 對呢現在對於我回家 因為我最近就是還是一直被勤了 然後就說你還是找個女生回來結婚生小孩 然後甚至還說你生了小孩我會幫你顧 反正就是當一個生產機器就對了 了解 負責提供精子生小孩這樣子 因為其他親戚同輩都生小孩 對所以他覺得可以有那種壓力在 其實到現在還沒有一個解決的方法 對所以我蠻羨慕就是至少願意開這個空 對像我爸絕對不可能講這種話的 對因為我跟我爸的感情也沒有到很就是 很順利很順 很順暢 你可能說男生然後又是傳統家庭 他們高雄美農的客家家族 那這樣怎麼會被勤了啊 你冷 這天體會不會太大 你說怎麼面對勤了嗎 因為他感覺也經常面臨到家裡的勤了啊 對但我覺得前提是自己要先夠穩 因為我後來可以面對也是後面的事情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跟他們崩潰啊 跟我媽在那邊情緒暴走 就是有很多會被撩起來的東西 然後直到後面要先看清楚說 欸是他的議題他現在正在處理他的焦慮 就是他的哭不是因為我 是因為他可能他有一個完美家庭的想像 有一些執著會有他這個需要 對所以可能那個時候我就會意識到說 他這個情緒不是衝著我來的 那我還是一個很好的人 對他自己穩了之後才有辦法去面對 他的這些情緒暴衝啊或幹嘛的 就是他在講一些很瘋狂的話時候 才跟他講說你準備好事我們可以談 你想要多了解的時候我可以跟你分享 就不管怎樣我都還是愛你我還是你的兒子 對然後他就會抱哭我就抱哭我們就抱在一起 對然後他冷靜下來之後就會相對好一些 但三不五時會再發作一下 對他是一個動態調整的過程 代表說你很常給予安全感跟情緒價值 那對於你來講你覺得在戀人關係中 假設真的另一半比較疑身疑鬼 或比較沒有安全感的時候你會怎麼樣給予自己人 因為感覺起來你的社群平台上也是蠻多人在意義你的 我覺得就是兩個人的相處 他如果擔心的話我覺得可以談啊 一定是因為什麼東西讓他擔心嘛 譬如說可能我講了一些話或發一些照片 讓他覺得沒有安全感嘛 那可能就跟他討論說 那可以怎麼調整 我可以調整到什麼程度 要我完全不要發吻不可能嘛 他可能就會講說哪一種吻是讓你比較有一些擔心的 了解 那就調整他 那最後我們讓Oden來插一題好不好 你自己想要回答哪個問題呢 在剛剛所有的內容裡面 家人對於 性感關係這件事情 對於同性戀出櫃這件事情 因為我蠻幸運的是 我的高中老師是 他是gay但他假結婚 所以他在高中的時候覺得我未來一定會面對出櫃這件事 他就先在家長會幫我出櫃 他幫你出櫃什麼意思 他就直接跟我爸媽說 就是用一個很圓融跟先幫他們做了各種的 觀念上的矯正衛教 他會幫你出櫃 我會說幫是因為是透過他嘴巴講的 是是是他也覺得是他在幫我 因為他覺得他在高中就已經講了 所以我有很長一段的時間可以去跟家人去溝通 然後去面對這個問題 不是問題吧面對這個狀態 現在的話是我幾乎前兩任男友都有跟我媽吃過飯 但我爸還是知道但他不會想參與飯局 那被幫出櫃的時候你壓力會很大嗎 還是你覺得很感謝他做了這件事情 高中到大學那時候蠻恨老師的覺得說為什麼會是 這個狀態 對為什麼是他來幫我講 但後來好像 我記得印象中幾年前我有在跟他吃過一次飯 因為他後來有點drama 就是他離婚了他所有的財產都判給他的太太 所以後來我們有再見過一次 然後我後來才覺得說好像應該要感謝他 因為真的讓我順利許多 對有順利許多 那聽完了兩位的分享了 Hank你接下來終於要來到做最後的判斷了 最後的選擇了 你準備好了嗎 還沒啊好煩喔 但我們時間有限輕快一點 我再問最後一個好不好 最後一題你們三個都可以回答 但是請你們用兩三句回答完就好了 就是如果在一起之後 你們最想跟另外一半一起完成的 這個to do list是什麼 我對同居還是有想像 所以我就固執一個家 然後一起旅行 我是想結婚的人 喔了解 海島國家度假 就是耍費一段時間 嗯有明確哪一個國家嗎 柏流或者是那個 長灘島 長灘島 對長灘島之類的 就那些海島 那要海島婚禮嗎 欸好像不錯欸 對但好像要子彈要夠 就是錢要夠多 你要扮蜘蛛人嗎 好像不錯喔 那他要陪我 你選定好了嗎 擅自決定超沒禮貌 好那Hank呢 我是一起旅遊吧 嗯 對 那我們已經很全面性的 不管是從家庭 從過去的經驗 到未來的想像 或是生活的習慣 都已經把三位爬樹得非常透徹了 那前面的兩個階段呢 那Hank也都各自有把這個 心儀的一分交給左右兩邊的人 但他最終還是要舉起一個 殷勤嘉賓的手 跟他開啟下一個約會的可能 然後這個約會的可能就是 會講這個可能呢 就是因為也要帶到我們的 被選擇的殷勤嘉賓 看他有沒有就是答覆 力願 對對對 我這邊再多提一個 如果你真的很有勇氣說 我老娘兩個都想要的話呢 我們就讓你出去 然後聽他們兩個的答案 他們會最後告訴你 但是大部分這個失敗率極高 所以我就是先跟您講 但是如果你只要一次擁有兩個人 也覺得他們兩個人能接受的話 我也是很歡迎這樣的嘗試跟執著 請你勇敢試試開 Give me a try 在這麼突破性的選擇 我覺得不適合放在這種人生大事上 有點不太適合 沒錯沒錯 Hank 請說出你的答案 呃 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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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你 好 那你現在先出去 我先出去 對 好 所以我現在做決定嗎 對 OK 當然願意啊 不然我看他的照片 我就不會過來了 對啊 你在這晚上耶 你可以聽完他談吐想說三小 哈哈哈哈 那是正常人啊 那是正常人 是認識你之後 哈哈哈 欸我剛剛深度談話很久耶 很久真的 欸有沒有兩個小時 有兩個小時耶 好可怕 你看人家這麼會聊天 對啊 我真的怎麼會聊那麼久 對 那我們讓歐等來補充一下好了 因為沒有配對成功 但沒有關係 你還是可以跟我們的聽眾朋友們就是 我以為你剛剛比我說 你還是可以跟安迪約會 我怎麼嚇一跳 那我們聽眾朋友就是補充一下說 你自己覺得你有哪些優勢 值得大家來認識你的 來談戀愛的 我覺得現在談戀愛這件事突然變得很沉重 嗯 就對我現階段而言 就是你可有可無 對 然後我覺得好像反而是 大家先過好自己的生活了 了解 就他現在可能沒有期待一個轟轟烈烈烈的愛情 但他自己一個人過得也蠻愉快的 對 但是如果有另外一個人來點綴他的生活 他也是非常的樂意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戀人未滿的狀態有時候 比什麼都好 對 如果想要some of a cash and love的話 歡迎來找我們的歐等 沒錯 那如果你也喜歡techno的話 如果你也想去柏林的話 也歡迎去找歐等 他也是蠻常出去玩的 OK 好 那我們節目一到尾聲了 請大家記得各大Pocket品牌 訂閱甲板支給我們IG GaySlowbook和安迪的 WSJ0309 個人是FONG19517 如果還想要加入我們甲板仙音情的話呢 隨時都可以私訊我們 我們會幫你去做一些媒合 讓你可以找到好玩的有趣的一個戀愛的經驗 沒錯沒錯 我們到這邊唷 大家掰掰 掰掰 用聲音獻出你的真感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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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